清末开局无敌 萌星小白突然成修仙界巨老 穿越各种影视剧 动漫 小说情节 清末 童子你来晚 小爷已经无敌了 系统 那我不管 反正是我先选的你 烦请订阅支持风云阿古说频道更新 上正文 第115章出现新的老乡 毕竟他们所在的世界还是灵气十分细薄的世界 未来他们还要到小千世界一直上升到大千世界 在飞升到仙界后努力达到先帝度过雷劫 才有可能飞升神界 而且神界比起之前更加广大 直到最后一些神尊或者神帝为了寻求突破 都需要跨越好几个心域寻找机缘 当他们达到够修为之后还要感悟时间长河 只有摆脱时间长河的束缚 不受命运约束 才算真正不入长生 清末一字一句地和他们解释未来要走的路 听得江天众人纷纷表示 原来他们现在连起跑线都没划过去 不过当清末和他们说起这条路的凶险的时候 唐月和黎韵倒是露出了一些惧怕的表情 毕竟用人吃人来形容修仙界一点也不为过 毕竟修炼的人都渴望获得机缘 无数人都想问到长生 在这条路上不知道埋下多少枯骨 沈童也是听得如此如醉 她没想过还有如此精彩的世界 没想过真有人能长生不死 这些比起她从书中看到的 比起那些传说还要精彩无数倍 郭姊妹双眼冒着惊心 她渴望见到清末嘴里说到的世界 她渴望和江天一起得到长生 她想走得很远站得更高 韩千雪也是同样的想法 她也是第一次听说仙界之上还有神界 而且想要长生还必须摆脱时间长河的束缚 她想永远跟住清末 她想永远站在清末身边看那万绝之点 清末最后缓缓开口 其实每件事都有利有弊 修行之路就像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果不够努力的话 在真正的大佬面前 死亡其实是一种奢侈 众人听到清末的话都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们也想像清末一样 掌控自己的命运 问到长生 就在气氛回归平静 众人享受休闲时光的时候 清末的系统响起一道声音 又有一位老乡的剧情开启了 清末看住还在一边吃 一边逗自己女人的江天和秦明 对他们说道 又有一位老乡来了 咱们打算什么时候去见 听到清末的话 江天和秦明表示 把手头上的事忙完就过去看看 另一边 一位青年搔住头回到了自己别墅的房间 他打算问问题内的系统 因为他发现 好像剧情和他前九十的时候发生了偏差 系统 你确定剧情没有发生偏差 那个女人剧情接受了我送的玫瑰花 而且他居然凶了七云之子 请宿主放心 剧情一切正常 一些微笑的变动并不会影响剧情的大致走向 罗安听到系统的话 他也放下心来 毕竟系统告诉他 只要按照剧情让自己顺利杀青 他就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 前九世他一直在扮演书中的反派 但是每次他被七云之子弄死杀青的时候 系统总是判定他演的不行 又把他送到剧情开始的时候 这是第十世 他决定把自己前九世学到的演技全用上 包括眼神 面部表情 说话语气 肢体动作 这些全部都发挥到极致 肯定能完美杀青 回到自己穿越前的老家 到了黄亚亚结婚当天 将天派的人进入现场 而被捆在地下室的夜歪嘴面前 摆放着一个大荧幕 荧幕的内容正是黄亚亚的婚礼全过程 从至此开始到新人入场 再到互相敬酒 婚礼结束散场 黄亚亚被他的娃娃亲当众亲吻 再被公主抱带上车 全程没有丝毫遗漏 黄亚亚全程强颜欢笑 到最后无奈认命的神情都被拍了下来 夜良辰看到后在地下室无能狂怒 锁着他脖子的铁链被他拉扯的咔咔作响 最后他又吐血昏迷 还好江天提前安排了专业的医疗团队在旁随时待命 不然夜良辰这个天选之子真的要被活活气死 听说用启搏器抢救了十多分钟才拉了回来 当时江天只是安排人做这些事情 他本人正在误督努力修炼 当他知道夜歪嘴差点被活活气死的时候 大骂了一声废物 随即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清默和秦明 他们两人听到之后也淡淡地说出了同一个字 废物 江天来到清默面前 对他说道 默哥 有没有什么丹药可以吊着夜歪嘴的命啊 我不想让他死得那么舒服 咱们还没玩够呢 清默想了想 开口问道 有是有 你的牵到系统呢 难道连这种小玩意都没有 江天的系统听到清默的话 独自蹲在角落一言不发 他能怎么办 他只是一个刚过实习期的小系统啊 江天翻了个白眼 无奈说道 牵到的大多数是一些倒霉符咒 或者金钱修为之类的 而且还是这个世界的武道修为 我要了有屁用 江天的系统 你了不起 你清高 你厉害 每天准时牵到 东西照单全收 然后嫌弃我给的没用 清默听到江天的话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丢给了他一颗绿的流油的丹药 这个能护着夜歪嘴的心脉 保证他未来不算受多大的气 都不会气血攻心而死 江天看住这颗和叶良辰头顶一样颜色的丹药 笑得合不拢嘴 但是当他仔细注意到一旁的江天的时候 他的笑容慢慢凝固 随后他用神念仔细感知江天的境界 居然达到了紫园境巅峰 而且隐隐有突破的样子 他就觉得很奇怪 前两天野外烤肉的时候 他们的境界是一样的 清默给的资源也一样多 虽然黎玉是顶鲁体质 但是自己和唐雪与郭子妹每晚都用双修之法 而且自己还比他先开始修炼 居然那么快就被他超过了 秦明注意到江天看自己的眼神 当即说道 看什么看 我的系统能用反派气韵质换东西 我修为提高快有什么不对吗 江天听到秦明的话 立刻捂住心脏连连后退几步 他不能接受啊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的系统只能牵到东西 秦明的系统却有伤成 只要他打击到天选之子 就能快速提高修为 清默的系统就不用说了 不只是修仙界的东西有 那些稀奇古怪的也有 关键是清默本人还不怎么看得上 只是把那些东西当作玩具用来调节心情的 江天落寞的转身就走 他打算和自己的系统聊聊未来的发展问题 看看能不能发展出20版本 看到江天这副模样 清默和秦明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没办法谁让他的系统是刚毕业的素人呢 不像清默和秦明的系统 自身业务特别熟练了 尤其是清默的系统还把业务项目拓宽了好几个 入业之后 江天和秦明还有郭子妹全换上了一身黑衣服 清默也和他们一起过去 他的手里还提着刚刚吐血昏迷的叶歪嘴 毕竟在此之前 他刚刚观摩了叶子龟被龙王殿成员疼爱的视频 叶歪嘴看到叶子龟被数十个手下轮流疼爱 一个品字都不足以表达出来 看到叶子龟眼神中满是死质 整个人就像是个木偶一样 被人随意摆弄根本不会反抗 他一直都很奇怪 为什么自己会遭遇到这种事 他从小父母双亡 好不容易靠自己努力考上大学 平时也是低调做人 只要有时间就勤工俭学 只是为了能吃口饱饭 最后徐猛在逃离龙王殿包围之前 他知道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 害得别人家破人亡 自己就是人家报复的目标 叶子龟怎么都没想到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就是害他遭遇这种事情的罪魁祸首 他整个人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 任由龙王殿的人抓获自己 最后导致他整个人彻底麻木 就是像个木偶一样 被随意摆弄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些疼爱他的男人 正是自己哥哥叶良辰的手下 江天在影片播放的时候 和叶良辰解释了所有的事情 并且表示如果不是他回来装逼 如果不是他抢夺自己的一切 还派人杀害自己的父母 他的妹妹叶子龟不会遭遇这种事 江天就是要把叶歪嘴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让他全部切切实实地体会一趟 让他也亲眼看到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才导致变成这样 叶良辰听到江天的话后 脑中一直回忆自己 因为自傲 因为自己的目中无人 最后他喷出一大口心头血 昏迷当场 江天一行三人遇见飞行横跨大洋 花了十多分钟来到了龙王殿总部所在地 清末手里提着叶良辰 早就在龙王殿总部上空等住三人 啪啪清末给了叶歪嘴几个大逼豆 活生生地把他拍醒 随即来到了叶子归还在被藤来的房间 看到这种场景 叶良辰刚要大声让自己的手下助手 不过他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并且全身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得动弹不得 叶良辰现在亲眼看到这些场景 双眼无比通红眼里弥漫出无尽的杀意 不过江天和秦明还有郭子妹 倒是开启了对龙王殿众人的屠杀 住手 住手啊 别杀他们 江天 江少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叶歪嘴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 在他看到江天和秦明和郭子妹 在无情地收割龙王殿成员的生命 对于叶良辰的叫喊求饶 他们视若无睹 屠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龙王殿总部内所有成员被屠杀殆尽 整个龙王殿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一片死寂 清末把叶良辰扔在叶子龟的面前 并且让叶子龟恢复了一些神智 随后清末来到叶子的面前 向他介绍起了叶良辰在龙王殿的身份 并且把叶良辰在海城对江天一家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叶子龟默默地听着清末的解释 他抬起满是死至的双眸 看向跪在自己面前痛哭的叶良辰 随后他一言不发踩着满地的鲜血 来到一个龙王殿成员的尸体面前 他看向尸体手里拿着的军刀 随即慢慢附下身将军刀拿在手里 转身面无表情地来到叶良辰的面前 低头看向自己这位失散多年的哥哥 也是这位失散多年的哥哥 让自己来到了这人间烈狱 叶良辰看到这种场景 他慢慢闭上了眼睛 在他以为叶子龟想让他赎罪的时候 一股滚烫的鲜血喷洒在叶良辰的脸上 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 就看到叶子龟躺在他的面前 叶子龟的颈动脉还在不停地往外冒险 他此时整个人双眼圆征死不瞑目 双眼直勾勾地看住叶良辰 眼神中透露出无边的恨意 啊啊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叶良辰看到这种场景 整个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 他后悔为什么要去招惹江天 导致自己唯一的亲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导致龙王殿惨遭复灭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叶良辰才导致的 他最后因为伤心欲绝再次昏了过去 就倒在叶子龟的尸体旁 清末提起昏迷的叶良辰 一个闪身就回到了海城的别墅内 还在黑州龙王殿总部废墟的江天和秦明 还有郭子妹三人 直接放了一把火将这里复制一具 熊熊大火把龙王殿总部废墟的上空染得通红 不过就在江天三人再次遇见飞行横跨大洋的时候 被一些高科技给拍了下来 他们三人也被一些发达国家高层所知晓 隔天一早 在黑州横行霸道的龙王殿被人负灭的消息流传出去 只有一些国家的高层通过调查了解到了叶良辰 这个龙王在华国惹了不该惹的人 导致他和上代龙王殿店主被活捉 被废掉一身本事 龙王殿也因为他而被人斩草出根 虽然叶良辰带领的龙王殿在地下世界还算有头有脸 以前龙王殿势力不小 这也让很多对头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现在叶良辰这个龙王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当年他可是凭借龙王殿的威势和道上很多人截下不小的梁子 如今他没有了背后势力 这些人纷纷蠢蠢欲动想要落井下石 对付这条歪嘴虫 不过现在叶良辰和老龙王还有成叔的履历 都被放在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桌上 江天说过要让他进去卖菊花 就一定会让他进去卖菊花 江天这边的故事 以叶良辰三人进龙子而结束 至于他在里面会遭遇什么样的待遇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清末最后剥夺了叶良辰九成的气韵 就算留有一成气韵他也无法翻身 因为地下世界的那些人已经打探到了龙王大人的下落 这一成气韵只是为了让叶良辰在里面没那么容易死掉 毕竟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当年在海外有多风光 如今在笼子里就有多落魄 听说叶外嘴在里面每天都要卖几十朵菊花 生意好的不得了 每天晚上他都开心得一泪洗面 剧情回到清明这边 许晗和陆静远找到了寒风 这位天选之子发现自己的大师姐和妻师姐来到了雾都 并且韩风还成为了许晗公司的总经理 这位天选之子彭扶又有了底气 他以为自己现在的身份能让李清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清末等人对韩风等人的行动撂如指掌 叮咚 沈童 有客人来了 去开门 因为江天等人在黑州做的一些事情 导致了意外来客找了过来 毕竟他们遇见横跨大洋的时候 被天上的眼睛拍了下来 沈童听到清末的话出门迎接客人 因为江天和叶良辰的剧情结束 也不清楚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天选之子与他为敌 毕竟叶良辰虽然没死 但是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契约 所以他身上的天运也离他而去 不清楚是不是会寻找别人成为新的天选之子 反正江天已经暂时结束了他的剧情 目前就是待在雾都跟住清末修炼就行 他也想早点去见见新的老乡 沈童带领着一男一女进入到别墅 来到清末或江天的面前轻微鞠躬说道 清末先生 江少 坐在沙发上的清末随意地摆了摆手 沈童便去倒茶 江天对住来到的一男一女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们二人便坐在清末或江天的对面 其中那位男子率先开口 想必这位就是清末先生 而这位便是海诚江市集团董事长 江天先生 别人没说错吧 江天见清末默不作声 便开口道 你说的没错 你们是谁 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 我们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风如梦 她叫高远 我们来自华国武道管理局 听到那位女子的介绍 清末和江天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之前在黑洲剿面龙王殿的动作 被华国知晓 并且通过调查找到了清末等人 毕竟像清末几人都是穿越者 他们从来不会小看一个国家 尤其像华国这种庞然大物的调查能力 也只有一歪嘴才会嘴上说着 来到这个国家需要低调 结果还把外面的雇佣兵拍进来作恶事 要不是他被天道选中 是书中的天选之子 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高远看到清末和江天继续保持沉默 便把华国卫星拍摄到的照片拿了出来 江天看到之后 倒是起身把一些照片拿在手里仔细端详 清末对于这种事情早就习惯了 肯定是来拉自己一票人入伙的 毕竟江天他们展现的能力 对凡人来说太过恐怖 对于一个国家的高层来说 不允许国家有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存在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拉人入伙 这些既给国家提高了实力 也能给这些不可控因素 加上一层看不见的枷锁 多少能约束一下 你们的拍照技术还有待提高啊 我的脸没有那么胖吧 清末心神一动 桌上剩余的照片 就当住风如梦和高远的面 漂浮到清末面前 风如梦和高远 见到这一幕眼神中透露出震惊 虽然他们被上层领导派来接触清末等人 他们也看过照片上的内容 也知道江天一伙人 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和理解 但是亲眼看到和只看到照片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听到清末的话之后 两人都觉得现在是在讨论 把脸拍胖的事 清末见他们两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话的时候 开口说道 你们为何而来我们也清楚 我和我的女仆是不会加入的 至于老江和老秦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风如梦和高远 听到清末的话后 并没有觉得奇怪 因为自视甚高的人 基本上都不愿意 和一群比自己弱的人合群 他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对方不愿意配合 只能请五道管理局里的高手 强制让对方配合 等对方进入之后 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待遇和资源后 自然心甘情愿留了下来 虽然有些不好听 但是也要有人去做 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他们两人面对的清末等人 和之前遇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可没遇见这种 能遇见飞行的人 这种完全就很贴近 那些传说中的神仙 听到清末的话后 江天也表示 我没兴趣 我的妞也没兴趣 风如梦眉头微皱 说道 我可以说说我们那里的待遇 和能得到什么样的资源 毕竟被靠国家 以后出什么事也好处理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表现得太过厉害 所以 高远立刻把话接了过来 他立刻开口说道 是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 因你们的本事 可能真看不上我们那些东西 只是为了大家都好 你们还是在考虑考虑 高远一边说着 一边伸出手指了指别墅的天花板 清末和江天也是明白人 他刚才要表达什么 懂得都懂 清末思考一会儿 看向江天 后者表示你是大佬 你说了算 加入是不会加入你们的 只是你们刚才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吧 想个折中的办法 以后你们有搞不定的事 老江和老秦 他们二人都会出手一次 帮你们一把 听到清末的话 高远还想开口 就被清末抬手打断了 表示他的话还没说完 清末继续开口说道 你们也可以送两个人过来 我们可以帮你们培养培养 但是条件是 不准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未来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 要开方便之门 这是清末想的折中的办法 他很清楚这些人的想法 无非把你弄进去 再想办法让你教会他们一些人 这样他们也才会安心 不然你随便踩个剑 就在天上飞来飞去 这样可能有些人 晚上会睡不住的 所以清末直接说明了 可以教你们两个人 也能让江天和秦明 在他们未来需要帮助的时候 每人出一次手 反正条件已经开了 同意的话大家都好 不同意清末 他们也没损失 风如梦和高远 坐了沙发上沉默许久 毕竟他们接到的命令 是把清末几人拉入火 无道管理局 可是国家成立的机构 目的就是为了约束 不让秩序混乱 可是清末几人的本事 他们也调查过了解了一些 说白了人家大幅 看不上自家的小庙 不过人家最后开出的条件 也不算过分 风如梦和高远思考良久后 表示这事他们做不了主 需要上面领导来做决定 清末表示理解 让你们领导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同意我的条件的话 下次见面就能把人送来 在风如梦和高远 快要离开别墅的时候 清末的声音再次传来 其实他还有一段话没说 不过懂得都懂 不同意未来就不要来往了 毕竟像清末这样的人 要杀人的话 根本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他们的人死也白死 而且还会恶化双方的关系 不管在什么地方 实力永远是第一要素 像清末这样的人 已经超脱了规矩 他是站在规矩之上的存在 之所以愿意和风如梦 还有高远谈话 只因为尊重他们尊重规矩 经过几天时间 墨望书已经彻底 被清末置得服帖帖的 每次拿治疗器具 到他面前的时候 墨望书都会用忧怨的眼神 看住清末 今天的治疗时间结束了 第一阶段的治疗 已经告一段落 清末双手抱胸 墨望书也不再像之前一样遮挡 直接大大方方的 在清末面前取下治疗器具 墨望书穿戴整齐之后 顶住一双颤颤巍巍的双腿 来到清末面前 因为清末告诉他 如果想知道当年徐州墨家的真相 就要听自己的命令 只要你告诉我墨家当年的真相 并且帮我报仇 你想对我怎么样都行 我都心甘情愿 墨望书坚定地看住清末 只是眼神中浮现出淡淡的情愫 他现在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傲气 也不再想为师父报仇 更不会想杀了清末 毕竟他知道自己家族当年被灭门的真相 而且清末还隐隐透露出 教他本事的师父 其实就是利用他们欺人 清末缓缓开口道 徐州城南方向的郊区 那边有一个小山村 在村里最不见的一户茅草房内 一个姓张的老头 听到清末的话后 墨望书绕过清末打算离开地下室 马上去往那个小山村 找那个姓张的老头 他迫切地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只是在他没走几步 又回过头来到清末的面前 单膝跪地 等我知道真相之后 我会回来 道 到时候请你 请你继续帮助我成长 墨望书红住脸说完这句话 久久不敢抬头 他为了说这句话 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决心 清末摸了摸他的脑袋 开口道 把治疗器具带上 自己去那边中途发病的时候 学会自救 到时候你回来 我要检查是否发病 墨望书红住脸点了点头 把地上那些 他需要用到的治疗器具 都装进袋子里 快步离开的地下室 上去之后 他和沈童前前解释原因 后者表示 把事办完就回来 千万不要想着逃跑 因为这里 除了他们俩姐妹之外 都不是凡人 墨望书自己心里也清楚 他既然答应了 清末自然不会跑 对方的手段 可以用神乎奇迹来形容 而且自己想让清末 帮他继续成长 毕竟他回来后 就要开始第二阶段的治疗 他现在心里 隐隐无比期待 清末帮他定制的 第二阶段的治疗 就在墨望书离开几天后 清明照常去到 李晴办公室谈业务 韩峰因为现在的身份变化 又膨胀了起来 处处针对清明 而清明正好以这个为理由 发动自己手下的力量 全方位打击许晗的公司 哪怕陆敬远 发动自己的黑客势力 但是在系统的降维打击之下 依旧节节败退 就因为这件事 许晗也是无比头疼 原本自己还没彻底 在雾都站稳脚跟 虽然他还想迷惑清明一段时间 等在雾都站稳了之后 再和清明对抗翻脸 但就因为韩峰 因为觉得头顶大草原 一招得势 就不把人家清明放眼里 许晗突然觉得 自己这个小失地 真是脑子有病 原本自己安排的 很好的计划 被他直接打乱 虽然陆敬远 评级黑客技术 找到了雾都二流家族的 全部黑料 包括一流家族的 也找到了一些 花了不少手段 才把他们拉到自己这方 但是评级这些 还不足以和秦氏集团对抗 他原本打算 彻底站稳之后 就把海外大部分资源调过来 这样就有足够的底气 和秦氏集团抗衡 但是现在 他被迫带着陆敬远 去登门道歉 至于韩峰这头绝驴 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肯去道歉 许晗和陆敬远 也拿任由他了 毕竟他们七人 从小就被灌输 将来要嫁给韩峰的想法 对于韩峰 他们也不过太苛责 许晗和陆敬远 来到了秦明的别墅门前 当看到过来 许晗他们肯定调查过秦明 不过关于沈童 在这里的消息 全被清末抹去 就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到 师姐妹相逢的喜悦 是啊 六师姐 你怎么穿着这身衣服 陆敬远也一起发问 沈童一边帮许晗和陆敬远 二人开门 一边说道 我现在是别墅里的女佣 沈童实话实说的 告诉了许晗和陆敬远 她的面色平静 因为她知道秦明他们 都不是凡人 尤其是清末和韩千雪 这两位神仙 从一开始 他们妻子妹和韩风 就没有任何的胜算 告诉我原因 六师妹 沈童还是沉默不语 只是把许晗和陆敬远 带进了别墅 看到沈童这样 许晗心里不是滋味 她怀疑沈童就是被强迫的 直接把要来跟秦明 道歉的事放在一边 秦明和清末 还有江天坐在客厅沙发上 许晗看到秦明的时候 打算先把沈童的事情问清楚 秦明 为什么沈童会在这里 秦明也猜到了许晗两人 看到沈童在自己的别墅当女佣 一定要找自己了解事情的经过 是我把她抓来的 毕竟别墅里一些杂活 总需要人做嘛 正好沈童比较合适 所以这个光荣的任务 就落到她身上了 听到坐在秦明一旁的清末 如实回答 她就猜到沈童在变成这样之前 肯定是遭遇了非人的虐待 原来是你把六师姐抓回来的 还把她变成了这样 陆敬远直接向清末扑去 她虽然是此方世界顶级黑客之一 但是不代表她不会鼓舞 毕竟他们欺人 从小就被师父叫倒 只不过陆敬远 比较喜欢用脑子对付敌人 非必要的情况下 她基本上不会动手 不过她现在怒火中烧 看到沈童变成这样 她恨不得把清末扒皮抽筋 小远 不要 沈童看到陆敬远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匕首 禁止向清末辞去 她连忙上前阻止 不过清末的动作 比他们二人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就在他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陆敬远就被一巴掌抽翻在地 清末一脚踩在她的背上 让她动弹不得 许晗看到后刚要出手 就被沈童死死抱住 许晗以为沈童忘记了 他们师姐妹那么多年的感情 可她不知道的是 沈童这样做去保护他们 沈童 你要干嘛 放开我 如果真把清末惹恼了的话 可能许晗和陆敬远 小命就没了 沈童焦急地开口解释 大师姐 不要和他们动手 他们不是一般人 如果惹劫了他们 你和七师妹真的会死的 听到沈童的话 许晗依旧是打算去 就被清末踩在脚下的陆敬远 不过她又不敢用力甩开沈童 毕竟沈童现在就是个普通人 她一个宗师后期的人 被沈童死死抱住 如果她真的用魅力 把沈童甩出去 可能会把她伤得不轻 陆敬远 韩峰的七师姐 曾经用自己的黑客技术 黑入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 你说我要不要把你交出去啊 被清末踩住的陆敬远不停地挣扎 可是她感觉到自己 庞扶被一座大山压住一样 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急于是 当她听到清末这样说时 当即就否认自己做过这件事 反正她只要她识口否认就行了 毕竟自己从来没留过任何把柄 你否认你没关系 我来让你交代得清清楚楚 只见姜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咒 那是她迁到得来的真话符 原本这种小玩意她都懒得看 不过现在倒是能用了陆敬远的身上 随着姜天把真话符贴在陆敬远的背上 然后姜天就开始问她问题 顺便打开手机录像 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被贴住真话符的陆敬远内心疯狂咆哮 她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嘴 把黑入他国军事基地的所有事情 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随即陆敬远整个人陷入绝望 现在清末三人把目光放在了许晗身上 毕竟骇客的把柄有了 她也跑不了 说了要把寒风依靠的这些人 全部变成自己的内影 那么说到就要做到 清末随即让沈童放开 听到清末的话 沈童颤颤巍巍地放开了许晗 后者眼神中闪烁着怒火 眼神透露出一丝杀气 吓得沈童一直低着头不敢看她 许晗认为沈童背叛了他们六位姊妹 就在她抬手想抽沈童的时候 清末心神一动将许晗提在空中 这个你可不能乱打 打坏了谁来干活啊 见到这种场景 许晗和陆敬远睁大了双眼 随后清末勾了勾手指 许晗就飘到穿越三人组的面前 许晗大声呵斥道 你这是什么妖法邪术 把我放下来 秦明看向许晗 开口道 我们想玩死寒风 能不能请你和陆敬远 当我们的内影啊 许晗听到直接开口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陆敬远也跟住点了点头 就算将天手机里面 刚拍的影片录出去 他也不打算背叛寒风 就算死也一样 好 又是两个硬骨头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清末丢了两颗回灵负旗丹 进入许晗和陆敬远的嘴里 这样他们就成为了 两个人肉沙包 不管受多重的伤 都可以瞬间恢复 因为他们现在 虽然是鼓舞者 但本质上还是凡人 回灵负旗丹的药力 被清末锁住 不会出现暴体而亡的事情 他们体内的药力 只有在受伤的时候 才会被释放出来 清末最近新教了 江天和秦明 两套先帝级别的拳法 现在他们两人 还在练习阶段 现在沙包有了 看到江天和秦明 提着两个人肉沙包 将要离开别墅 沈童当即跪了下来 苦苦哀求清末 放过许晗和陆静远 清末先生 修你放过我大师姐 和小师妹吧 我来劝他们 我保证 保证让他们 永远不和你们为敌 清末一脸平静地 看住沈童 随后说道 不用你保证 既然他们不愿意配合 那就让老江和老秦 给他们松松鼓就行了 这样最快最有效 清末说完 扭头就上了楼 江天和秦明 带着他们的沙包 也离开了别墅 独留沈童 跪在地上不知所措 回到房间的清末 枕在韩千雪的大腿上 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他被韩千雪温柔地推醒 才发现过了不到两个小时 主人 老江和老秦回来了 听到韩千雪的话 清末慢慢坐了起来 稍微捏了捏 对方广阔的胸怀后 才离开房间去往客厅 刚到客厅的时候 就发现许晗和陆静远 两个老实在站在 江天和秦明的面前 只是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 换了另外一套 虽然他们身上 和体内没有任何损伤 不过他们体内的药力 都快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由此可见 在那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们两人不知道 经历了什么样的毒打 那种想死死不了 而且从始至终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深深地知道了 眼前这些是什么人 江天和秦明展现出的手段 让他们体会到了 无力与绝望 那么快就把药力 消耗得差不多了 你们俩够狠啊 江天笑了笑说 莫哥 你教的那套拳法真厉害 沙包也很好用 嘿嘿 秦明也连连点头 随即说道 主要是沙包好用 都被打成血雾了 还能瞬间恢复 真过瘾 废话 我自己炼制的丹药 怎么可能不好 秦明翻了个白眼 而且他们两个 被当成沙包的时候 被打在身上是真的疼 当时对他们二人而言 死亡真是一种奢侈 许晗和陆静远 不想再体会当沙包的感觉 这件事在他们心里 留下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对于江天和秦明这两人 他们真的是趴到了骨子里 为了让他们未来 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秦明还让秦明 当场给他们两人 种下穿心咒 运气还当场掩饰了一下 印记被激活后的感觉 直接痛得许晗和陆静远 在别墅客厅内 满地打滚眼泪横流 此时他们两人的心脏 庞扶被千万根针刺穿一样 如果印记激活时间太长 他们两人的心脏 真的会刺得千疮百孔 秦明把启动印记的方法 交给了秦明 毕竟目前是他的故事剧情 不肯定让这位反派 来好好炮制他们了 目前韩凤的四位师姐 唯一的未婚妻 都被反派团搞定 他身边唯一以为 温婉玉还是秦明不要的破邪 故意去到他身边的内影 许晗和陆静远 慢慢从印记带来的疼痛中 缓过来了过来 随后秦明让他们 也和温婉玉一样 成为待在韩凤身边的内影 莫望书也已经 从徐州回来的路上 虽然没有完全知道真相 但是他的师父 他是为父亲的人 居然是害得自己 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而渔州许家 也参与了莫家灭族事件 韩凤的大师姐许晗 就是许家的人 虽然他当时 对这件事根本不知情 但是后期的时候 莫望书还是查了出来 不过因为他当时心 都在韩凤身上 加上有主角光环的帮助 最后莫望书 居然原谅了许晗 和他身后的许家 入夜之后 莫望书进入别墅 其实别墅里的人 除了沈童 都知道莫望书回来了 而且他一回来 就来进入清末 和韩千雪所居住的房间 清末坐在床上 翘竹二郎腿 看住半跪在地上的莫望书 韩千雪则是跪坐在清末的身后 伸出鲜线玉手 轻柔地给清末捏肩 半跪住的莫望书缓开口 发出清冷的声音 我来遵守我的承诺 请求您帮我报仇 清末同意了莫望书的请求 并且要求他去到韩凤的身边 作为内应 听到清末的吩咐 莫望书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清末看到 还跪着不动的莫望书 有些疑问 开口道 你还不走 莫望书看到清末身后的韩千雪 不管是容貌 身材还有举止 比自己强了不知多少 他原本还想请清末 帮自己治疗身体隐疾的想法 瞬间就被压了下来 就在莫望书低头走到窗口的时候 韩千雪自然看了出来对方的心思 毕竟自己换了顶颅体质之后 每晚都被清末折腾得死去活来 几乎每次都是自己连连开口求饶 清末才放过他 他打算帮莫望书说话 让他也来分担分担活力 就像当时刘与柔对待自己一样 眼前这位数不定未来也是自家姊妹 韩千雪看住莫望书缓落寞的背景 缓缓开口说道 你等等 我等会要去洗澡 你过来给主人捏捏肩 说完就对住清末做了个请求的表情 看向清末的眼神里透露着哀求 或者捏了捏他俊俏的小脸 微微点了点头 莫望书听到韩千雪这句话立刻转过身来 看到韩千雪进入浴室后 莫望书低住头来到了清末面前 清末站了起来 开口说道 去地下室 我看看你最近有没有按照叮嘱 自己治疗身体 听着清末的话 莫望书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地下室 从二楼来到地下室 莫望书一直低着头 一直到他回到又爱又恨的笼子里 你这几天并没有听我的话 没有老师按照我要要求治疗身体 对吧 清末看住走到自己面前 背对住自己并且低住头的莫望书 或者听到清末的话微微点了点头 原本并拢得修长双腿 在听到清末的话后又紧了紧 清末直接给了莫望书一脚 把他踹倒在地上 紧接着直接坐在他的背上 用手抓着他的长发 把莫望书的脑袋提了起来 迎上清末那双瓶颈如水 却带有一丝冰冷的双眸 莫望书也很快进入角色 他那一双通透而明亮的双眼中 浮现出三分恐惧 三分可怜 还有四分的迫不及待 你却没有好好按照医嘱进行治疗 导致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我只能对你实施第二套治疗方案了 莫望书听到清末的话后 拼命扭动身体 打算把他甩下来 眼神中的渴望更甚 但是为了人设 他咬着牙紧着腿 放开我 你个坏蛋赶紧放开我 见到这种情形 清末也心照不宣 直接让莫望书不住寸缕 不多时 莫望书的雪白玲珑的胶躯 就斩露无翼 叮铃扑刺嗡嗡声 看出被绑成粽子一样的莫望书 清末点了点头 随后轻轻一拉 莫望书整个人 就被反手反脚地掉了起来 看来你这个女杀手 还看不清形势 为了治好你身体的影集 我只能加大治疗力度了 随后看出双眼 逐渐泛白的莫望书 清末将他的嘴掰开 又扔了一颗丹药给他 没多久药效发作 配合治疗效果 莫望书整个人的身体 开始了轻微的颤抖 混混蛋 你 你就是 就是的畜生 卑贱的男人 不理会莫望书的谩骂 清末大步离开了地下室 而莫望书的谩骂声还在继续 只是声音中 还多出了不一样的情感 主人 刚回到房间 发现韩千雪早就洗完澡 裹着玉京慵懒地趴在床上 看到清末进来之后 他连忙起身 帮清末宽衣解带 主人 感觉怎么样 力度可以吗 清末趴在床上 感受住肩膀传来的力度 韩千雪最近学习了一些按摩手法 每次都按到穴位上 让清末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可以 没想到你还会这招呢 什么时候学的 坐在清末背后的韩千雪 听到清末的回答后 笑面如花 他扭动了一下腰肢 调整好合适的位置 继续帮清末按了起来 主人喜欢就好 对了 主人 等你把莫望书治好了 就让他也一起吧 不然我真承受不住啊 听到韩千雪的话后 清末立刻转了过来 平躺在床上 看住坐在自己身上的韩千雪 此时真空包装的效果的体现得 更淋漓尽致 你不介意又多一个姊妹 听到清末的话 韩千雪摇了摇头 直接将自己身上的浴巾扯下 扔到床上 露出那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每一寸雪白的肌肤 如同美玉一般 韩千雪在清末的胸肌上 画住圈圈 温柔地说道 这些事情还不是主人说了算 再说了 有人帮我分担火力 可能主人会先顶不住 也说不定啊 哎哟 你居然怀疑 一位无上主宰进巅峰的大能 会顶不住 看来你的我的实力 有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啊 说罢清末便和韩千雪 开始了战术上的比拼 在三路沦为优势的情况下 清末一路勇往直前 处于对线阶段 就被清末隐隐压制 中期小规模团战拿到主动权 然后三路水晶被迫 韩千雪防线失手 在水晶被推爆之前 韩千雪含泪点了投降 在调整好心态之后 两人再次进入排位 但是每次都是同样的剧本 五个小时之后 清末拿了一页的MVP 反观韩千雪战绩一片红色 输了一页的韩千雪 决定暂时休战 等他调整好状态之后 再来冲击晋级赛 经过了几天时间 丰如梦和高远 再次来到了清明的别墅 不过最近雾都上流社会 知道李家的李老太爷病重 感觉快不行了 不过虽然李家 可能会失去定海神针 但是听说李晴和清明 这两人走得很近 据也没多少人敢打李家的注意 李晴的公司 因为有清明的帮助 早已经从困境中脱离了出来 虽然韩风 还是死皮赖脸的纠缠住李晴 不过人家早就由内而外 都变成清明的形状 不过听说 最近都是韩风帮李老太爷治疗身体 导致李老太爷多活了几天 为此清明还特地问了问清明 或者表示 十个韩风都加一起 都不可能就回来 至于让李老太爷多活几天 应该是天选之子身上的气韵导致 算算时间 今天就是李老太爷凉凉的日子 清明作为李晴的合作伙伴 自然要过去探望一下 韩风自然也在 这两人一见面肯定又要掐起来 不过清明打算处理眼前的事情 还是让他俩来配合清明等人 清明先生 江少 我们领导决定答应你们的条件 并且因为我们之前见过一面 大家都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所以 听到风如梦这样说 江天当即开口道 你们领导就把你们二人送过来 让我们交 对吧 风如梦和高远同时点了点头 其实他们听到自家领导 把自己派来学习的时候 他们也不没想到的 毕竟这可是神仙手段 虽然学成回去一定要交一部分人 但不影响他们先别人一步学会 未来只要肯努力的话 成就一定不会低 清明点上一根烟 缓缓开口 你们两人都是暗井巅峰 想要学习我们的修炼体系 就要废掉目前的修为 从内力转变为灵力 一切从头再来 听到清明的话后 风如梦和高远当即瞳孔一缩 他们两人二十出头的年龄 能练到暗井巅峰 靠的可不只是天赋 还有日复一日的苦练 他们清楚地知道 为了有现在的修为 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 其中还有好几次九死一生 突然之间让他们放弃当前的成果 让他们从头再来 一时接受不了 就在两人思考的时候 墨望书穿戴整齐从地下室走出 他面如桃花 眉目寒春 步伐轻盈 感觉整个人心情特别的愉悦 当风如梦和高远 看到墨望书的瞬间就站了起来 他们两人没想到 在这里居然遇到了 杀手榜排名第三的彼岸花 欲擒狱力 他们也打算把彼岸花拿下 不该让这种危险人物 流窜于普通人之间 毕竟这也算一件功劳 看到这一幕墨望书双眼微微眯起 他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毕竟眼前这一男一女和他一样 都是暗井巅峰 真打起来还不一定打得过 就在高远打算出手的时候 风如梦及时地按住了他 因为他发现清末和江天 面无表情地看住他们二人 原本高远还要问风如梦 为什么要拦住自己 当他看到坐在沙发的清末和江天 他也一阵后怕 风如梦看到高远冷静了下来 看向清末开口道 清末先生 江少 这彼岸花怎么会出现在这 清末缓缓开口 什么彼岸花 客厅不就咱们四个人吗 风如梦和高远都心里一惊 他们知道清末话里的含义 该装瞎子的时候还是要装的 莫望书看到风如梦和高远脸上 闪过一抹不甘 但是还是老实地坐了下来 视线就放在清末和江天身上 把自己当成透明的 哒哒哒看到这种情况 莫望书踩着高跟鞋来到清末的身后 温柔地给他捏捏尖 全程风如梦和高远没有一丝面部表情 孰亲孰众他们心里有数 你们要不要回去考虑考虑 或者换别人来学清末传音给莫望书 让他先去寒风身边卧底 并且告诉了他不要轻易露面 至于许晗和陆静远也被控制住了 是自己人 当莫望书脑海里响起清末的声音 不宜有他当即大步离开了别墅 只是在他刚踏出大门的时候 清末的声音再次从他心底响起 今晚继续过来治疗 莫望书忍住心底的躁动 夹紧双腿快速消失在人海之中 经过十多分钟的思考 风如梦率先做出决定 他同意废除自己的暗境巅峰修为 从头开始学习清末等人的修炼体系 高远看到风如梦如此坚决 他内心经历反复挣扎后 也同意了废除目前自身修为 和风如梦一起从头再来 看到这俩做出了选择 清末心神微动之后 风如梦和高远俩人的丹田气气受窗 原本暗境巅峰的修为一瞬间消散一空 他们两人嘴角纷纷流出血丝 原本充满全身的内力也荡然无存 现在他们两人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普通人 开口道有舍有得 你们未来会为今天的果决而感到庆幸 风如梦和高远还没从废掉修为的虚弱中缓过来 清末一挥手就把两个包裹扔到他们怀里 你们回去用热水把里面的药材泡开 然后等水温合适就整个人泡进去 一直泡到感觉不到疼痛为止 风如梦打开手上的包裹 看到了很多钱别别的药材 而且其中大多数药材他都不认识 不过既然做出了决定 那就只能硬住头皮走下去 在风如梦和高远向清末和江天提出告辞之后 清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时间回到一小时前 就在他刚到李家不久 李老太爷就处于气弱油丝的边缘了 韩风看到李老太爷情况不对 就想要展示自己学到了阳滑酒针 不管我以前碰到什么疑难杂症 只要用出这套针法 哪怕是半只脚踏入鬼门关了 都能给你拉回来 清明看到情况不对 当下开口韩风 你别添乱了 李老太爷目前的情况还是请医生过来 李清听到清明这样说 马上打电话让私人医生过来 韩风看到李清如此配合清明 顿时他感觉头顶的光又亮了一些 我从小就跟住师傅在山上学医 我上次就用阳滑针法治疗好了赵军华 赵军华在雾都也算个风云人物 白手起家混到今天 成功继身入雾都的一流家族 由于他年轻的时候太过拼命 导致步入中年后 身体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现在的赵军华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 被迫待在医院 说白了就是靠钱养命了 这件事在雾都上流社会流传的挺广 不过最近他们听到了赵军华 被一位神医治好身体的救济 没想到居然是眼前这位 穿着一身地摊货的韩风 虽然有人怀疑化的真实性出言嘲讽 但是韩风一个电话打给了赵军华后 众人看向韩风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毕竟谁也不确定身体什么时候会有病痛 和一位年轻的神医交好总是一件好事 说不准未来可能还要请人家帮忙呢 就在韩风打算继续出手帮李老太爷治疗的时候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说完秦明就掏出手机打算打医院电话 毕竟李家的私人医生在半路出了车祸 当然这也是秦明的手笔 反正他来了之后还是会被主角光环影响 反过来舔韩风的臭脚 钱翠别来了 听到秦明说到韩风没有行医资格证 众人看向韩风的眼神又有了些许变化 这些细微变化都被韩风看在眼里 秦明打完电话后说道 好了救护车15分钟左右就到了 李家众人满眼感激地看住秦明 这让韩风这位天选之子木火中烧 他才应该是全场的焦点 他不甘被秦明这位二十组抢了自己的风筒 韩风当即开口用不住救护车 秦儿相信我 我能治好李老太爷的病 虽然韩风和李晴还没解除婚约 但听到韩风这样称呼自己 李晴眼里闪过一抹深深的厌恶 你想在李总面前出风筒 让他对你刮目相看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治病救人不是开玩笑 还是等救护车来吧 秦明看准时机火上浇油 加上他之前收买的李家子弟也纷纷开口嘲讽 韩风脑袋一热立刻开启了传统的打赌模式 可惜天运不在他这边 这次李老太爷中的毒是清末从自己系统拿出来的 他从头到尾都被算计得死死的 如果我就不活李老太爷的话 我就同意解除和秦儿的婚约 并且给你磕一百个头 叫一百声爷爷 以后再也不纠缠他 秦明心道 这傻逼 既然你喜欢跪地叫爷爷 那我也只能忍痛寒泪接受了 不过秦明肯定不会把内心想法表露出来 他摇了摇头表示李老太爷不是某件物品 不该用他的生命来打赌 听到秦明的话 众人看向秦明的目光中满是赞赏 李秦眼里的爱意更是没有丝毫掩饰 韩风看到这一幕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大声对秦明质问道 秦大少爷 你不会不敢赌吧 如果你不敢的话 跪下磕十个响头就行了 听到韩风的话 秦明露出挣扎的表情 李秦刚要开口就被秦明拦住 最后秦明抬起头来看向韩风 貌似他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我不愿意用李老太爷的生命做赌注 如果你治好了的话 我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在李总身边 同时两家公司的合作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听到秦明的话 韩风心想 稳了 等他把李秦追到手 再用秦氏集团给过来的资源不断壮大 配合大师姐和小师妹把秦氏集团搬倒 一言为定 说完韩风大步向李老太爷的房间走去 秦明的演技还在继续 自从他说完之后 目光一直朝下露出不舍的面容 不敢看自己身边的李秦 看到这一幕的李秦心都碎了 不过此时秦明的面容和心理成了反比 心里有多开心 面容就有多不舍 秦明心想 这把吻了 优势在我 等李老太爷在你治疗中途挂掉之后 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你进去采缝刃机了 果不其然 就在韩风治疗到一半的时候 李老太爷就独发身亡 死前喷出一大口血水 将原本洁白的被子染成朵朵梅花 听到声音的众人连忙冲进房间 就看到韩风手里还拿着银针 整个人还处于呆滞状态 爷爷 爸 爸 李秦和李家众人看到这一幕 连忙冲了过来围在李老太爷的床边 韩风被李家子弟推倒才缓过神来 这时救护车的声音刚好从李家别墅外传来 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来到了李老太爷的房间 经过他们的紧急抢救后 主治医师摇了摇头 李秦当场昏厥向后倒去 李家众人纷纷表示就是韩风杀害了李老太爷 最后不管韩风怎么解释 依旧无济于事 由于他没有刑医资格证 这已经算是蓄意杀人了 对于这个本人不太懂 所以按照小说里的来 请不要带入现实 这些事情和现实没办毛钱关系 只是小说内容而已 最后李家众人纷纷表示要告韩风 要让他去进笼子 要你一命赔一命 韩风听到李家这样说 立刻推开围住的人群 从二楼跳了下去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掏出手机报警 秦明扶着李晴回到他的房间 对于李家老太爷发生的事情 他深表遗憾 并且表示会帮他们李家讨回公道 他也会发动自己的人脉 争取早日把韩风捉拿归案 李家众人纷纷表示感谢 秦明离开李家之后 立刻通知了许晗跟他说了情况之后 对方表示会马上将韩风开除出公司 并且他之前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个人行为和公司无关 就在许晗把他开除中公司后 陆敬远便花了些时间找到了韩风 表示大师姐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毕竟目前秦氏集团还在向许晗公司施压 如果公司在背上这种事情的话 就真就不回来了 那么扳倒秦氏集团就会更难上加难 韩风被陆敬远骂了一顿之后 他也慢慢冷静了下来 表示理解大师姐的做法 最后陆敬远表示让韩风先去自首 他和许晗去寻找证据 最后在许晗和陆敬远二人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攻势下 韩风老实地去到了警局 表示配合他们的工作 当天李家就派人和韩风解除婚约 并且追究他的行事责任 在了解到事情经过之后 清末表示韩风这次二进攻肯定没那么快出来了 而且秦明还在赵军华出面之前找到了他 对他小职之阶以威力邪候 对方表示和韩风没有任何关系 莫哥 你猜韩风会不会就这样下线了 江天一边打着电子游戏 一边问道 清末手里的手柄都快暗出火了 缓慢说道 应该不会 拖一层皮是应该的 死肯定不会死 毕竟他的二师姐 四师姐和五师姐还没露头 狄修五去拖他一 听着电视里响起的角色语音 清末和江天从风如梦和高远离开后 就在玩真三国无双四 反正也没啥事干 江天目前的修炼也到了瓶颈 清末告诉他欲速则不达 现在还是打基础的阶段 应该把体内灵力努力压缩 让每个境界都走得无比扎实 对未来突破是有帮助的 江天听从清末的建议 每天都把境界和体内灵力都压缩到极致 让自己的肉身努力适应 并且现在他开始锤炼自己的神魂 傍晚众人在别墅吃晚餐的时候 秦明收到了许晗的消息 韩峰的二师姐蓝月和四师姐芸汐也来到了 雾都和他们碰了面 这二人一个是华国的顶级法医 一个是超一线女星 两人都有着不俗的人脉 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 便开始为韩峰调查真相 他们见识过杨华九珍的能耐 同时也相信韩峰的人品 认为他绝对不可能会害死李老太爷 巧合的是 蓝家和云家也在当年墨家的灭族行动中 扮演举族轻重的角色 只不过他们两家做得最为隐蔽 所有证据和证人几乎都神秘消失了 这件事在原文小说中并没有真正提及 只是作者从侧面旁白中稍微透露一点而已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使沉大海 不过这些事情 秦墨基本上也不怎么关心了 毕竟他打算去找另外一位老乡聊聊 秦明这边几乎已成定局 韩峰什么时候死取决于秦明的心情 再加上秦墨就带着韩千雪过去 至于莫望书的话 暂时听从秦明的安排 等把韩峰这个剧情解决之后 他就会按照指示去找秦墨 至于华国武道管理局的风如梦和高远 就留在这里让江天来教导就行了 反正他现在也没啥事干 就算最后和韩峰刀兵相向 他就会发现 其实身边所有人都是内影 不管他最后武道实力提升的如何 依旧不是修仙之人的对手 再次帮莫望书治疗身体影集之后 隔天清末问秦明拿了一辆限量版超跑 在这韩千雪向住几百公里外 另一位老乡锁在地急迟而去 咚咚咚 罗绍 有人找您 罗安还在会所享受着背部放松按摩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说话的正是会所的大厅经理 滚 不知道本大少在忙着吗 老子是正规按摩 这也用得住来查访 罗安听到门外大厅经理的声音 气不打一出来 好不容易今天没有自己的剧情 不用被歪嘴修罗打脸 一想到自己现在是江南的顶级大少 身家高达千亿 公司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正好有时间出门放松一下 享受享受高端生活 这也能被打扰 先生 先生 您不能进去 罗安正想着的时候 门外传来大厅经理阻止某人进入的声音 不过刚说了两句话 包厢的门就被人推开 看到清末大步走了进来 罗安立刻坐了起来 回忆自己的剧情流程 他发现眼前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在逆天修罗混都市这本书中出现过 你是江南哪家的人 把你家长辈叫来 让本少看看是哪家阿猫阿狗敢来打扰本少找乐子 听到罗安的话 清末微微一笑当即开口道 我长那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罗安脑中灵光一闪 当即接话 挨道 今天你就见到了 看到清末笑咪咪的表情 加上他的眼神失忆 罗安立刻把为自己服务的18号技师和大堂经理赶出去 并且吩咐他们把门带上 目前包厢就清末和罗安两人 至于寒千雪再来到江南之后 就被清末叫去逛街了 罗安当即开口 垂死病中惊作起 清末微笑回道 小丑竟是你自己 在此确认暗号之后 罗安立刻从床上蹦了起来 连忙来到清末面前给了他一个熊抱 老乡啊 没想到你也穿越到这本书来了 看住罗安声泪俱下地抱住自己 清末忍不住笑出声来 毕竟罗安的剧情清末也透过系统知晓了 演了九十戏 同样也杀青了九次 每次都是为了回家被迫死在歪嘴修罗的手上 包括自己的姐姐 母亲的闺蜜和自己的秘书等等 都成为了修罗的后宫 清末看他为了回家如此执着 而且他这次重生第十世的剧本 和前面九十的大不相同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不能回去原先的世界 清末还在考虑是否告诉他这个消息 第120章 老乡 其实我也有系统 你的情况我也了解 只是 经过清末的一番解释之后 罗安才了解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且也是因为罗安系统的原因 导致了他这个剧情的所有女配女主角都觉醒了前世记忆 只有歪嘴修罗还是按照剧情走下去 阁老子低 这狗日低系统 把老子骗得好苦啊 早知道不能回去原来的世界 我还用得住被那个歪嘴修罗打脸 亏得我还是这本书的五道巅峰 各方位全能型人才 罗安的系统 完了 暴露了 怎么办 在线等 好急 就在罗安和自己的系统疯狂阻案的时候 清末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住 紧闭的包厢门口又再次被人敲响 举起手来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在这里 密码 包厢大门被人暴力推开 一位胸肌极其发达 一双长腿十分匀称 并且拥有着一张俏脸的女警花 带着一位平平无奇的男性同事闯了进来 此时清末和罗安还有那位女警花和他的队友私募相对 包间内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原本他收到罗安来到这间会所的消息 打算过来看看是否属实 李警官 我和朋友约在这里谈事情而已 这好像不犯法吧 黎毕洛是罗安所在这本小说中的女主角之一 按照正常剧情 他在不久后就会被叶灵天设为后宫 只是这次因为罗安系统的缘故 他也才恢复前几时记忆不久 一想到按照原本未来剧情 罗安会死在叶灵天手上 他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这一事 黎毕洛发誓一定要保护好罗安 绝对不让叶灵天伤害到他半分 更不会像前几时一样 当叶灵天想要让他的海外雇佣兵势力 进入华国的时候 自己还想尽一切办法帮他 不过当他看到清末的时候有些奇怪 因为他的记忆中对清末没有任何印象 他仔仔细细地回忆过后 确定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这个人 一时间黎毕洛怀疑清末 是叶灵天故意派来接触罗安的 肯定想要提前取得罗安的信任 毕竟那个贱人也是用这招潜伏在罗安身边 在最后时刻成为压垮罗安的最后一棵稻草 黎毕洛听到罗安的话 立刻开口 有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会判断 用不住你来说 随即黎毕洛面色不善地来到清末的面前 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这个男人十分的不简单 而且从清末波澜不惊的眼神中 黎毕洛怀疑这也是个目空一切的主 很可能和叶灵天有关 毕竟在前几十的时候 不管叶灵天做什么 就算他随意杀人是人命如草芥 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 他的那些手下也是一样 他居高临下地看住清末 张口就是一套标准的串流盘问 他打算给予清末心理上的压力 看看能不能让对方露出破绽 清末也站了起来 开口道 与其来问我这种无聊的问题 不如去想想 怎么讨好你的修罗大人更实在一点 毕竟你之前不是为了他而放弃过内心的正义吗 听到清末的话 黎毕洛连连后退几步 他带来的同事见到黎毕洛这样连忙上前质问清末 不过罗安倒是立刻开口转移话题 就在罗安和清末打算离开包厢的时候 黎毕洛反应过来连忙拦住罗安和清末二人 黎毕洛深情地看住罗安 轻声开口道 你是不是也 就在黎毕洛话还没说完 罗安当即开口 对 之前的所有我都记得 现在是第十次了 李警官是想要再次把我关进去吗 反正清末都已经告诉了他 而且他也跟自己系统确认过了 既然回不去的话 那还不如直接摆烂 好好享受自己江南大少爷的身份 没必要再去浪费时间也让自己恶心的闹剧 这些人重生了又能如何 虽然这一世的剧情才刚开始 但是不代表他们前几世 对自己和父母做的事情就翻片了 看住罗安冰冷的眼神 听着他不耐烦的语气 黎毕洛就知道眼前这个他深爱的男人 现在对自己无比的厌恶 毕竟自己前几世的时候 利用职务便利强行关了他三个月 没有任何理由 并且在他出来的时候 只是说了一句狠话 当场被叶灵天打得口吐鲜血 黎毕洛当时就在一旁看住 他当时甚至忘了自己穿上那身制服的责任 而且他还经常用各种理由 对于罗安的公司三天一小茶 五天一大茶 看到黎毕洛双眼通红 罗安不耐烦地开口说道 黎警官 如果没别的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毕竟我可不想再次因为一句话 被你的叶哥哥打得进医院 听到罗安的话 黎毕洛拼了命地摇头 眼泪不停地从脸上滑落 不过不管黎毕洛如何哭泣 罗安和清末绕了过去 离开了会所 莫哥 这位是嫂子吧 嫂子好 嫂子请坐 罗安和清末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至于为什么不回他的大别墅 是因为罗安的女仆 肯定也觉醒了前世记忆 怪不得罗安之前总觉得他怪怪的 原来是他的系统一直瞒着他 等罗安回去之后 直接把那位女仆给开了 他爱去哪去哪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清末给韩千雪发了个讯息后 没多久就来到了两人所在的咖啡厅 罗安也和江天他们一样 很尊重清末与韩千雪两人 毕竟自己虽然是当前世界的五道巅峰 但是眼前的这位老乡 罗安也想让清末教导自己修仙 毕竟每个男孩都有一个遇见飞行的梦乡 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 谁不渴望 韩千雪在过来的途中就知道了 眼前的罗安就是清末这次过来找了老乡 当他再次听到有人叫他嫂子的时候 他当即笑容满面 莫哥 照你怎么说的话 目前算上我的话 咱们就是四人小队了 清末点头回答 是啊 悟都还有两个 同样也是老乡 那边还有一个天选之子 等他俩把事情办完 就会过来找我们了 罗安和清末还有韩千雪在咖啡厅闲聊的时候 突然就有位穿着一身黑色包囤裙 踩着七公分的黑色横天高 一头长发排于脑后 五官玲珑精美 面如桃花 如圆玉润 皮肤粉银如雪 宛如一堵出水的芙蓉 她就是江南的地下女王 若安琪 请问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若安琪指着罗安身旁的空位 她的声音的确好听 空灵清透 淡淡的优雅 声色柔和 声线优美 若非要寻个形容 如墨中点脆 清零的四山间掠过的清风 屡屡飘香 不过罗安可没有忘记 前几时这个声音的主人 可是命令她的手下 不停地妨碍自家公司的声音 并且还不止一次 威胁自家公司的合作伙伴 导致到了后期 罗安接近杀青的时候 自家公司已经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且她还不止一次地 逼迫过自己的父母 最后自己叶灵天 把自己海外的拥兵势力 弄回国的时候 派遣手下杀害罗安的父母 从旁协助的就是若安琪 罗安面无表情地看过去 眼神中满是无尽的冷漠 和淡淡的杀意 若安琪看到罗安 用这种眼前看住自己 心里一阵慌乱 顿时不知所措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罗安琪是一直记得一切的事情 虽然目前剧情重开 他以为就自己记得前几十的事情 所以打算杰族先登 先来到罗安身边 罗安点了点头 转头对清莫俩人开口道 莫哥 嫂子 咱们先去我别墅吧 难得你们过来 我要好好招待你们 说完罗安就站起身来 打算离开 若安琪见自己 就说了一句话 罗安就打算走 当即挡在罗安的面前 向他伸手打算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 我叫 别看若安琪 是江南地下世界 呼风唤雨的女王 可是在面对自己 心爱的男人的时候 依旧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只能选择这种老掉牙的方式 罗安依旧双手插刀 没有丝毫打算和若安琪握手 他打断若安琪的话 开口道 若安琪 江南地下世界的女王 你不去找你的歪嘴修罗 来找我干嘛 听到罗安的话 若安琪瞬间就明白了 眼前这个他朝思暮想的男人 也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 若安琪慌忙开口道 不是的 罗安 你听我解释我 用不住解释 我也懒得听你解释 现在赶紧给我让开 罗安已经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 可是若安琪依旧站在他面前 丝毫不让 虽然他现在双卷紧握眼眶已经通红 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 你打算像之前一样 把我的双腿打断让我爬回去 再次成为整个江南的笑柄 罗安说完若安琪眼眶的泪水 再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他从若安琪的身边绕了过去 目前对于罗安来说 先招待好清末和寒千雪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可是若安琪转身就死死抓住 罗安的手臂 他只能连连摇头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前几世就是因为罗安在宴会上 嘲讽过叶灵天一两句 若安琪随后就命令手下 打断罗安的双腿 并且不止一次 虽然那个是剧情需要 但是同时也看得出 这副美艳皮囊下的狠度心肠 要不是当时罗安心里 执着于走完剧情 为了成功让自己杀青 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凭若安琪手下那些小趴菜 还想打断他的腿 罗安随便一人给他们一下脑刮崩 他们都能被打成肉末 就算叶灵天把能叫来的 所有战力全拉上 罗安都能随便把他们吊起来打 真以为在外面混了几年 学了两招花拳绣腿 真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滚 罗安把兽抽了出来 和清末还有寒千雪离开咖啡厅 若安琪双手拂面 眼泪不停地滑落 有人以为是罗安欺负了 若安琪这位美女 想要站在道德高地上 为若安琪打抱不平 顺便在若安琪面前刷刷脸 万一抱的美人龟也说不定 结果罗安一行人 对于他的吟吟狂吠理都不理 不过若安琪倒是记住了 开口之人的长相 当晚就直接把他灌水泥沉浆 在若安琪心里 不管罗安这次如何打他骂他 他都毫无怨言 甚至他还会欣然接受 可是有人当他的面 指责罗安的不是 那就是老受性上吊 嫌命长了 不过若安琪在离开的路上 发现罗安对于坐在他面前的 一男一女表现得十分尊重 他打算找机会 接触一下清末和寒千雪俩人 如果让他们俩来 劝罗安接受自己的话 也不是没有机会 至于之前 他对罗安还有他一家犯的种种罪孽 他会用一生的真心来偿还 要不是说原妙不可言 若安琪在回去的路上 居然碰到了离碧落 一个是心中满满正义感的锦花 一个是执掌江南地下世界 呼风唤雨的女王 这两位碰到一起 见面时还和蔼可亲 但是心底同时骂着对方见人 一聊到关于罗安话题的时候 双方都发觉了对方是重生者 一场撕逼之战在所难免 平常看起来 两个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举止谈吐都十分得体 随即他们找了一间茶馆 包间门关上之后 意思就是就是一个下午 此时的叶灵天 也就是咱们的歪嘴修罗 还在细心地打理住自己的保安符 虽然这几天他公司的总裁 苏木宇对他不理不睬的 但咱们的修罗大人 有信心讨到他的欢心 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坚持 总会找到机会 最后把苏木宇变成他的后宫之一 一想到这里 叶灵天的右边嘴角 都上扬到了太阳穴的位置 一般只要他邪魅一笑 就有美女向自己倒贴 这次他相信也不会例外 如果有人看到的话 一定要惊呼 这是探机生物能做的动作 此时的苏木宇正坐在总裁办公室 双眼正直勾勾地看住手里的相框 那正是苏木宇派人偷拍到 罗安换上衣的照片 看住罗安上身线条分明的六块腹肌 还有那壮硕的胸膛 以及找不到一丝瑕疵的帅气脸庞 而且照片中的罗安眼神中 还透露出丝丝迷茫 苏木宇的嘴角慢慢流出一丝口水 缓慢拉丝的口水 滴落在他今天穿着的字母黑丝上 原本他还奇怪 为什么这几天罗安不像前几时一样 隔三差五的就跑过来向自己求婚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 最后他得到了答案 肯定是在自己这里潜伏的 叶灵天的歪嘴一笑 吓到他了 不然的话 罗安不可能不来找自己 原本打算暂时把你这个修罗留在集团 至少你刚回国没太大根基 在我眼皮底下正好看住你 没想到你居然吓到了罗安 苏木宇心底不断盘算住 他也想早点杀了叶灵天 但是他知道叶灵天赶回来 肯定留有后手 况且他身后的修罗殿 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如同前几时一样 每次他们几人快要杀掉叶灵天的时候 总会发生一些变故让他逃脱 最后所有女主角女配手段齐出 才成功将他凌翅处死 罗安目前可不清楚 叶灵天正被所有女主角女配算计 他刚带清末和寒谦雪 回到自己的大别墅后 因为身材火辣 面容交好的女仆 就来到了罗家的面前 他刚想开口 罗安便用37度的嘴 说出这位女仆认为最冰冷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被解雇了 你不用再伺候我了 滚吧 工资今晚会一分不少地打到你卡上 听到罗安这句话 来到他面前的小女仆 瞬间眼眶通红 双唇微微颤抖 少 少爷 是 是小月哪里做错了吗 您可以打我骂我 求求您千万不要赶我走啊 月宁霜跪在罗安的面前 失声痛哭 他本以为今天罗安回来 还会如同以前一样 虽然会说几句调戏自己的话 但是也是说说而已 从来没有做过强迫自己的事情 虽然月宁霜希望罗安对自己那样做 他也早就觉醒了前几时的记忆 并且早就想把自己交给罗安 可是罗安当时从头到尾 都没有把自己赶走 直到最后自己站在叶灵天的身边 向罗安表明身份 承认是自己把罗安的许多秘密 告诉叶灵天 包括罗安前世父母的行踪 也是他透露的之后 俩人才成为生死仇人 就是像以前一样去找苏慕与求婚 随后被拒绝 一切如同前几时一样才刚开始 这一世的月宁霜根本没有见过叶灵天 一直老实地待在别墅里 照顾罗安的饮食起居 他根本想不到 为什么早上自家少爷出门前 还跟以前一样调戏自己 到了傍晚回到家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现在罗安看向月宁霜的眼神中 透露出来的 只有冰冷的恨意和愤怒的杀意 当月宁霜看到罗安身后的 清末和寒谦雪的时候 当即暴起冲向他们二人 月宁霜认为 卢安肯定是受了这两人的蛊惑 或者是胁迫才让变成这样的 原本月宁霜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上一世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一份神秘的武道传承 这份传承随着他的重生 又回到了他体内 虽然他现在还没恢复到 前世的全部实力 但是按照当前世界的武道划分 他可是宗室中期的高手 就算是叶灵天 目前也只是半部宗室而已 月宁霜嘶吼住 是你们 是你们蛊惑我家少爷 把少爷还给我 看到月宁霜向清末和韩千雪出手 罗安也没有丝毫犹豫的出手 当月宁霜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罗安掐住脖子 高高提了起来 罗安看向他 开口道 不只有你是重生者 前九世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记得 而且歪嘴修罗能知道我父母的行踪 还要拜你所赐呢 清末目前才不管罗安怎么弄这些前世仇人 早上从雾多过来 直到现在都傍晚了 到了该享受的时候了 他拉住韩千雪的手 坐了别墅客厅的高档沙发上 点根烟已经在思索今晚的食谱了 月宁霜在握住罗安掐着自己脖子的手 嘶哑地开口道 少爷 少爷我错了 您听我解释我 罗安没等他说完便开口了 解释什么 有什么好解释的 难道我刚才说的事你没做过 本少带你不薄啊 你父亲身患重病 本少出钱出力 安排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就你父亲 我父母知道你们家过得不好 逢年过节送钱送礼品 他们平常也把你当自家人对待 结果呢 今天你居然敢对我的贵客出手 那个什么狗屁修罗 就是帮你打走了几个混混 再说几句好听的 你就出卖我和我父母 月宁霜止不住的哭泣 毕竟罗安说的都是实话 他发现罗安提着自己 打开了别墅大门 月宁霜拼命了摇头求饶 可还是被罗安扔了出去 月宁霜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在别墅大门关闭前 他听到了罗安再次说出一句 让自己万简穿心的话 滚 我们罗家用不住你这个白眼狼伺候 我马上让财务把工资打给你 我们罗家不见你的 月宁霜跪在别墅大门前 拼命向罗安道歉 哭声和嘶哑的道歉声 不断传进别墅 罗安看到清莫和寒千雪 还坐在沙发上 连忙过去 不好意思啊 莫哥 嫂子 让你们见笑了 清莫翻了的白眼 表示你自己的事 我们才懒得问那么多 随后清莫弄出来一堆高级海鲜 三人就在厨房中弄了起来 月宁霜在门外哭喊了两个多小时 直到嗓子都快嘶哑了 别墅的大门依旧紧闭 别墅内三人正忙着和海鲜大战 哪里有心情管他 哥 爽 莫哥拿出来的海鲜不只是好吃 我感觉我的实力提高了 体内气血更加充盈 清莫开口解释 你的系统把你的实力 提升到此方世界的五道巅峰 但是生命层次 依旧和凡人差不了多少 这些海鲜内满是灵气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不要 随后罗安表示 能不能让父母也尝到这种海鲜 清莫直接丢了个 能装活物的收纳借给罗安 里面有清莫从小世界 拿出来的各种灵果灵泉 各种肉类海鲜也有不少 罗安连声感谢 随即清莫表示 也想把罗安带入修仙之路 后者高兴地跳了起来 寒谦雪见清莫和罗安聊得兴起 他把空间留给二人 自己去楼上挑选客房 清莫和罗安来到了客厅 清莫开始和罗安解释 修仙体系和境界划分 他们二人一问一答 吃完饭无人收拾的餐桌 就静静地待在那里 当清莫解释得差不多的时候 罗安问清莫要不要出去蹦蹦滴 把寒谦雪也带上一起乐呵乐呵 此时的月宁霜 依旧低着头跪在别墅门前 当他听到内门打开的声音 看到罗安等人走出来的时候 他旁扶看到了希望 可是罗安看都不看他一眼 静止从他身旁走过 月宁霜连忙抱住罗安的大腿 声嘶力竭认错 求罗安给自己一个机会 而且他保证一定会想办法 把夜灵天的人头带来 可是罗安依旧不闻不问 一脚把月宁霜踢到一边 月宁霜以最快的速度 爬到罗安的身旁 死死地抱住他的大腿 求他不要开除自己 此时他身上的黑白色女仆装 已经有些破烂 并且挺脏的了 韩千雪这时开口道 咱们出门的时候 好像餐桌还没收拾吧 要不要叫人来收拾一下 听到韩千雪的话 罗安差点忘了他这座别墅 就月宁霜和他两个人住 现在把他开了有些事情没人做 当即他就掏出手机 要叫人过来 跪在罗安脚边的月宁霜 连忙开口道 少爷 少爷 我来坐 我去收拾 我保证做得比以前还要好 求求您别让我走 我真知道错了 罗安原本想按手机 荧幕的手指停在半空 清末见他好像有点心软 再加上这个女主角的天赋 也算不错 至于要不要留下他 或是原谅他 还是由卢安自己定夺 赶紧的 到底去不去啊 你找不到人就让他先去做 等你明天找到人再说 月宁霜听到清末帮自己说了句话 连忙开口道 少爷 少爷 让我去收拾吧 您相信我 再给我次机会吧 少爷 罗安最后还是心软了 他让月宁霜滚回别墅 把一切都收拾前进 如果等他们回来之后 发现有一点脏乱的话 可就不只是把他赶走那么简单了 月宁霜听到罗安的吩咐 连忙起身 对清末和寒千雪表示感谢 他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小跑回到别墅 罗安失落地低住头 看向清末 末哥 我是不是太圣母了 对于这种人 我居然还愿意给他辞机会 清末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之所以帮他开口 是因为他天赋不错 如果你原谅他的话 未来去往修仙界 他也算是你的一份助力 我只是给你一份建议 具体是否原谅他 要你自己拿主意 罗安听到清末的话后 猛地摇了摇头 他暂时不去想这些事情 先把清末和寒千雪招待号 之后踏入修仙之路 前几世一直因为系统骗他 走完剧情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自己的精神 从来没完全放松下来过 就连晚上睡觉做梦都想着走剧情 既然现在知道回不去了 那就放开膀子 努力享受生活 不然真对不起 自己江南第一大少的身份 至于叶灵天正为歪嘴修罗 等罗安放开身心 享受几天生活过后 再慢慢炮制他 反正清末对他说过 自己可以随意出手 对付叶灵天 不用怕被天道反噬 只要叶灵天的亲爹赶下场 清末自然会出手跟他玩玩 动字打字嗨起来 罗安定了江南最豪华的酒吧 一进门就有门童 带着他们三人来到最豪华的卡座 各种类型的酒摆满台面 尤其是罗安对住服务生耳边 悄悄说了句话 后者点了点头 摆出个OK的手势后就离开了 不多时 高台上的DJ举住麦克风喊道 今晚的消费由罗公子买单 各位 尖叫声 五湖酒吧内那喊声此起彼伏 其余的卡座和乐台纷纷继续点酒 一时之间整个酒吧内的热度 飙升到了顶点 清末和寒千雪也尽情地狂欢 毕竟之前在乌都和海城都是各种算计天选之子 清末也很久没有来到酒吧 嗨疲了 寒千雪和刘雨柔不一样 如果是这位女帝在的话 估计之前那段时间 整个海城和乌都的酒吧都被她逛了个遍 在蹦跳了一会儿后 清末打算去吧台点几杯蓝色水母润润喉 就在清末刚到吧台座下 一股清新淡雅的香味随之飘来 这位先生 您好 若安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这家酒吧 他观察了清末和寒千雪 还有罗安好一阵子 终于发现清末独自一人来到了吧台点酒 他立刻坐到清末身旁空住的椅子上 想集清末为突破口 让罗安愿意一点一点地接受自己 虽然若安琪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罗安的事情 但是他这一世觉醒了之前的记忆 他是真心悔改 想要得到罗安的原谅 他来到这里便看到罗安频频给清末和寒千雪敬酒 两人勾肩搭背像是好兄弟一样 他猜想如果清末替自己说点好话的话 罗安肯定能听进去 清末并接若安琪的话 他在意的就是眼前这几杯蓝色水母 见到清末如此无视自家老大 若安琪身后的两位保镖便想给清末一点教训 不过若安琪对于清末的态度没有丝毫不满 反而把自己的两位保镖筹骂一顿 看到清末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若安琪当即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自己身后这两位保镖跟随自己多年 一直忠心耿耿保护自己 若安琪今晚肯定要把他们扔到河里喂鱼 清末喝完眼前这几杯酒 然后点了根烟吐出一口烟圈后 才慢悠悠地挪动了下身体 面朝着若安琪 若小姐 你单独来找我 是为了让我在老罗面前替你说好话 对吧 清末也懒得和若安琪绕什么圈子 直接把他来接近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虽然若安琪有些好奇 清末为什么知道自己想请他在罗安面前替自己说话 若安琪猜想肯定是罗安跟他说了些什么 不过既然人家开口就说到了重点 自己也不再扭扭捏捏了 是的 先生 我想请您在罗安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 我之前观察到他对您十分的尊敬 如果您能帮我把他约出来 让我俩单独谈谈的话 作为回报我欠您一个大人情 看住若安琪真挚的表情 以及如此认真的口吻 清末知道罗安在他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可是这些都应该老罗自己做决定 不管他未来是选择原谅这些女主女配的圣女行为 还是杀法果断有仇必报的行为 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评级住罗安对清末的态度 把他约出来甚至是说说好话 让罗安原谅这些人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清末不打算替他做决定 就如同江天和秦明一样 清末会提供建议帮助 但是否这样做取决于他们本人 既然都是老乡 同样是穿越者和系统拥有者 大家又是兄弟 不管他们如何选择 清末要做的就是支持他们 清末淡淡地开口道 他不就在那发疯吗 你直接过去找他不就行了 清末手指指向还在舞池中摇头晃脑 和那些浓装艳母的舞女 尽情跳舞的罗安 难得罗安这吊毛解开不用走剧情 被自己系统蒙骗的心结 立刻真真实实成为了花花大哨 彻底放飞自我了 若安琪看住舞池里的罗安 穿着休闲服 那尽情摇摆的双腿 那放肆扭动的身姿 简直比那些酒吧的专业舞女还要妩媚 清末看到罗安这样 立刻拿出手机开始录影 哎哟 这个吊毛 看不出来啊 扭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清末笑得异常开心 若安琪却是双眼极度的通红 他多么希望和罗安在一起跳舞的人是自己 就连那些胭脂俗粉都能和罗安一起跳舞 和罗安一起肆意开心嗨皮 而自己如果一旦出现在他面前 可能他扭头就走 连看都不愿看自己一眼 想到这里 若安琪对于叶灵天的杀意更上一层楼 同时也更为痛恨自己 为什么前几时觉得叶灵天这个人渣 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为了叶灵天这个人渣 败类 不止一次地伤害了自己心爱的罗安 而叶灵天这种歪嘴修罗 在海外利用自己的拥兵势力无恶不作 什么拐卖人口 暗杀他国高层 贩卖军火 范迪这些事情他全都碰了 而且前几时叶灵天想要把自己海外的势力 弄进来的时候 罗安琪还是第一个支持他的人 突然罗安和清末三人 还有罗安琪发现酒吧的最角落 咱们的歪嘴修罗大人居然也来到了这家酒吧 并且他现在还在勾搭一个女服务员 罗安和清末同时系上心头 罗安琪也是双拳紧握 虽然他知道目前杀不了叶灵天 他背后的修罗店目前势力对他来说太过庞大 而且评级他对叶灵天的了解 知道他敢回国就肯定留后手 不过这也不妨碍他动用一些小手段 好好招待修罗店店主 修罗大人叶灵天 他立刻走出酒吧掏出手机开始布置 清末也走到罗安身边 把他薅了过来两人勾肩搭背小生密谋 还在搭讪的叶灵天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意 从自己的天灵盖一直蔓延到尾追谷 经过罗安和清末的相互协商 最后决定给咱们的修罗大人 安排一场英雄救美 最后却被割妖子的剧情 让酒吧舞女配合出演 最后安排一些混混充当反派 等叶灵天以为自己就到舞女 能抱得美人归的时候 罗安在出其不意给他来个请酒棍法 商量好了之后 罗安立刻掏出手机联络黑市负责人 告诉他有个人因为心怀他人 打算捐一个妖子出来做贡献 电话那头听到之后表示没有问题 罗安还特别强调 让他们把专用车辆开过来 直接就地取药 罗安请那边让自己手下 把那些患有传染病的乞丐全找了过来 并且他还准备了能迷倒大象的麻醉壳 他知道叶灵天耗色的性格 所以为了减轻他的负担 所以也盯上了他的妖子 等帮他解除了负担后 再让这样特殊的乞丐送给他人间的温暖 两边都是紧锣密鼓的抓紧时间准备 咱们的修罗大人 虽然之前感觉到了一股寒气 但是也没太在意 他认为是酒吧的空调可能有什么问题了 今晚原本打算来这家酒吧 艳遇的修罗大人 却因为两方针对他的势力 不仅会让他失去两颗妖子 更让他觉醒了其他奇怪的属性 行动开始 罗安安排的混混开始对酒吧中 一位穿着清囊的舞女动手动脚 随后不厌其烦地走出了酒吧 混混们也陆陆续续地走出酒吧 叶灵天虽然在和别人搭讪 其实他也发现了这一幕 他看到酒吧内的保全人员 好像都没注意到被纠缠生气离开的舞女 心想机会来了 连忙跟了出去 小妹妹 哥哥关注你好久了 跟哥哥出去玩玩怎么样 其中一个带头的混混 故意跟舞女这样说 后者的演技十分在线 不管是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 就算是说话的语气都完全入戏 叶灵天看到不远处的舞女连连后退 被这些混混逼到漆黑的小巷子里 他连忙冲了过去 叶灵天故意等到舞女最绝望的时候 立即站了出来 十分装逼地说道 一群垃圾 放开那个姑娘 舞女看到现在混混身后的叶灵天 原本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表情快速转换 变成了激动 庞扶看到救星一样的表情 混混们也不废话 十多个冲向叶灵天 后者露出邪魅一笑 一边躲避混混们的拳头和棍棒 一边向着舞女抛媚眼 不到两分钟 十多个混混被他打得倒地不起 他们不是捂住肚子 就是捂住手臂或脑袋 叶灵天只是简单教训了一下他们 毕竟这个是华国 还是要低调一点 如果这是在海外的话 他们这些混混早就死在修罗大人的手里了 就在叶灵天大步走向 还在巷子身处的舞女的时候 罗安手里 踢着一根铁棍出现在叶灵天的身后 对方根本没有一点察觉 因为两者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加上叶灵天刚在妹子面前装了个B 现在正是得意的时候 他还想着自己等会 怎么把眼前的妹子哄骗到床上 吸内 砰 铁棍和叶灵天的头发生了轻密碰撞 发出十分清脆的声响 叶灵天整个人双眼一番当即昏了过去 天道察觉到自己的亲儿子有危险 刚要出手干扰的时候 一股滔天威能瞬间笼罩在他身上 他顿时就被吓得胆战心惊 根本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在这股威能面前连蝼蚁都不如 只要这股威能的主人愿意 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就能被对方轻易抹出灵质 这还是清末来到这里那么久了 第一次主动出手和这里的天道玩玩 虽然只是释放了一丢丢威能 但是悟独秦明 他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这股浩瀚威能 不只是他们 就连这里一些武道秀为高的老家伙 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们纷纷派人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还在悟独跟住江天修炼的风卢梦 还有高远 他们两个倒是透过江天了解到 这股威能就是清末释放出来的 而且江天警告他们 自己知道就行了 别大嘴巴到处乱说 他猜测这股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威能 和清末真正的实力相比 根本微不足道 江南这边 被敲昏的叶灵天早就被安排好的人抬走 就在停在路边的家常黑色商务车上取妖子了 罗安看向清末 开口问道 莫哥 刚才不会是你弄出来的动静吧 清末点了点头 回到 天到发现自己亲儿子有难 原本想出手的 我给了他两个大逼斗之后 他现在老实多了 清末和罗安等住被取走妖子的修罗大人 毕竟罗安才打了他一棍确实不过瘾 等会还要对住他的臭脸再补上几脚才行 罗安齐也坐在车上 看住站在路边抽烟等待的罗安还有清末 毕竟他发现罗安居然比修罗还要厉害 只是一棍就把叶灵天给闷晕了 等到叶灵天被人从车上抬下来 他整个人被脱掉上衣 腰上还缠着纱布 右腰部位还隐隐有血渗出 叶灵天被丢到路边 罗安看到当下过去 用鞋底和修罗大人的美颜来此灵距离亲密接触 直到叶灵天的脸上清一块紫一块满是鞋印后 罗安才和清末离开这里 继续回到酒吧海皮 若安齐见状挥了挥手 十多个身穿黑色西装的手下向叶灵天跑去 眼看他逐渐有醒来的迹象 直接一针强力麻醉剂打了下去 咱们的修罗大人又一次失去知觉 他整个人被塞进了若安齐乘坐车辆的后备箱 随后车子发动向住郊区的方向驶去 这次若安齐捡了个便宜 他找到机会最先对叶灵天出手 不像前几世那样 想要打击到叶灵天的势力或者伤到他 不知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功夫 前几世叶灵天之所以后期能呼风唤雨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这些女主女配把他养肥了 让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体育 等到他们发现其实叶灵天就是个人渣 拜类 从而后悔一直针对并且害死卢安的时候 修罗殿已经彻底搬了进来 并且站稳了脚跟 发展规模比在海外的时候更加庞大 导致叶灵天后期当时几乎无法撼动 当时若安琪和黎碧洛他们联合所有女主角女配 用尽九牛二虎之力 耗掉所有底蕴拼住同归于尽的想法 最后毁掉叶灵天当时拥有的一切 并且成功将叶灵天活抓 不过这一世一切才刚开始 叶灵天在国内没什么根基 况且他也不会如同上一世一样 有那么多人给他铺路养肥他 这一世这些人个个都想杀了他 若安琪这次也要亲眼看着叶灵天被折磨 而且他还要拍照录影让黎碧洛看看 你们畏首畏尾还在计划如何对付他 老娘不止再次活抓了他 还找了一堆乞丐把他给玩了得遍 最后还把他紧剩的一颗腰子给割了下来 不知道黎碧洛看到若安琪折磨叶灵天的证据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若安琪心里一阵得意 其实他也考虑过既然自己和黎碧洛都觉醒前世记忆 那么其余人说不定也是一样的 他若安琪才是最能干的那个 只有他才配得上卢安政公娘娘的位置 这些证据就是证明 至于叶灵天背后的海外势力还需要徐徐徒之 若安琪打算先手联合黎碧洛 以及其他人快速发展海外势力 争取在叶灵天反应过来之前就把修罗店给产了 原本叶灵天清末打算收回之前压制天道的威能 不过他察觉到若安琪打算给叶灵天来个更狠的 索性继续帮他压制天道一会儿 至少也要让叶灵天双腰全无 享受罗安琪给他安排的 多人顶级特级理疗服务后再收回威能 等罗安三人回到别墅 就看到月宁双老师的低筑头站在客厅之中 他已经把别墅内需要收拾和打理的都弄好了 就等住罗安回来 可是罗安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带着清末上楼 他打算今晚就让清末带他踏上修仙之路 不过还好罗安目前是此方世界舞蹈巅峰 身体各方面已经达到了凡人的极限 所以泡药浴的时候 他倒是没有太大的疼痛感 反而还觉得挺舒服 一连几天罗安都宅在别墅里接受清末的指导 因为他本身就有底子 所以进步很快 寒谦雪见他马上就可以达到能遇见飞行的境界后 送了他一柄亲手炼制的中品零件 后者喜笑颜开 连声道谢 不过苏木宇倒是倒是坐不住了 他收到消息 罗安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在他的公司上班 就连叶灵天也是无故失踪 他怀疑是不是叶灵天想要暗中对罗安下手 导致罗安遭遇不测 可是剧情才开始不久了 他也没功夫多想 马上抛下公司事务叫人背车来往罗安的私人别墅 而我们的叶灵天此刻还在病床上躺住 他的身边就站着一个他的得力手下 同时也是修罗店四大护法之一的 青龙 修罗大人 我们查不到到底是谁算计了您 至于您被割下的妖子 我们找到黑市负责人所在地址的时候 哪里早就人去镂空了 原本病奄奄的叶灵天 撑着他轻一块紫一块的身体 缓慢坐了起来 双眼通红地看住病床前低住头的青龙 叶灵天嘶吼道 废物 你们真是一群废物 这要是传出去 我还怎么立足 因为他的动作过大 导致后门缝合的伤口再次断线 而且还有一些不明黄色液体流了出来 青龙虽然表面露出难够的表情 但是内心却是无比比叶叶灵天 青龙心想 你还有脸骂我们废物 连得罪谁都不知道就被割了两个妖子 还被一群乞丐玩弄一夜 最后还是我在垃圾堆把你捡回来 感觉到被入快速湿润的叶灵天来不及继续慢慢青龙 连忙让他把医生和护士叫来 因为他察觉到他根本止不住洞口 导致黄色液体越流越多 经过了医生和护士长达一小时的努力 终于把叶灵天后面因为开裂太大而蹦陷的伤口再次缝合 好了 都告诉你了不要有太大动作 你后面的形状已经成型 如果不注意的话 伤口会更难以愈合 听着医师的话 叶灵天整个人经怒火中烧又特别委屈 自己当时只是打算去酒吧咽喻一趟 没想到被偷袭 而且还被那么多男人开发了自己的真洁之地 最重要的自己的两颗腰子居然被割了下来 这让叶灵天这位修罗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他之前在海外一直顺风顺水 去到什么地方 只要表露了身份 别人都会对他恭敬有加 就因为他厌倦了海外打打杀杀的生活 所以他才选择回来扮猪吃虎 享受装逼打脸的快胆 顺便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势力 没想到出师未解施妖子 尝试修罗泪流满面 最后在衣食建议以及青龙的劝说下 叶灵天含泪同意换上了两颗猪腰子先顶住 因为目前江南没有匹配他的腰子 遥想自己在海外执掌修罗店的时候 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感觉 叶灵天整个人为米一般躺在病床上 被子盖头默默地流住泪 青龙见到叶灵天在被子里无声哭泣 他也赶紧离开了病房 主要是因为叶灵天后面流出的液体味道太重 就让他自产自消吧 他此刻正在大房间里踩着飞剑 慢慢悠悠地漂浮在空中 他打算先在房间自己慢慢摸索熟悉后 再去郊外更宽阔的地方飞行 不过此时苏慕雨倒是来到了罗家的私人别墅门前 月宁霜听到门铃声响起后 打算过去看看是谁来了 当他们两人相互看到对方的瞬间 就在心底上骂对方见人 不过毕竟他们都不清楚 对方包括罗安都是带有之前记忆的重生者 所以表面功夫依旧相当到位 月宁霜把苏慕雨迎进别墅之后 就打算上楼通知罗安 他打算等一下就在旁边待着看看 苏慕雨这个贱人打算干什么 如果他还是像前世一样 打算来套罗安公司的机密 告诉歪嘴修罗的话 月宁霜不介意等他离开别墅 就找机会宰了他 反正他前几世为了帮罗安报仇 不知道守任了多少叶灵天的手下 就连修罗殿重要的两座分店 包括四大护法之一的白虎 也是都被他亲手摧毁 当时他还把白虎的人头和武器 当作礼物送给了叶灵天 杀人这种事对他来说早已麻木 不能在他内心泛起一丝波澜 其实当苏慕雨进入别墅的瞬间 罗安就察觉到了 虽然他目前境界不高 但是他目前的神念 把别墅笼罩起来还是可以的 少爷 月宁霜刚打算上楼 就看到罗安面无表情地从楼上下来 他静止走过月宁霜的身旁 看都没看他一眼 月宁霜低住头满脸落寞 罗安虽然没有再把他赶走 但是对待他的态度 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人 自己站在他面前就如涂空气一样 见到这一幕 苏慕雨的小脑袋灵机一动 打算落井下石 等会想办法让罗安 把月宁霜这个贱人赶走 不然的话用不了多久 这个贱人肯定会把罗安的秘密 告诉歪嘴修罗 苏总 你现在的眼神让我有些熟悉 就像当时你站在叶灵天身旁时一样 像我这种玩护子弟 只知道靠父母的废物 根本配不上你 只有修罗大人这种 执掌一方权势的人 才配得上你 对吧 听到罗安的话 苏慕雨原本在心里准备好的说辞 瞬间荡然无存 双眼瞳孔俱正 一时之间让他这位江南第一美女总裁 不知所措起来 苏慕雨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颤抖微微地开口道 罗 罗安 你也是重生者 带着前几世的记忆是吗 苏慕雨顿时就红了眼眶 他想过去抱住罗安 他想告诉对方自己想他 特别特别想他 前几世罗安死后 他也慢慢发觉自己真正爱的人是罗安 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每次看到罗安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地讨厌他 当罗安被叶灵天杀害以后 苏慕雨才发现叶灵天的真面目 表面上答应自己遵纪手法 但是背地里依旧在做那些害人的事情 而且最后他还策划了苏家 自己说是苏家掌门人 其实就是一个傀儡而已 但现在他刚张开怀抱想要抱住罗安的时候 却被罗安推了回去跌坐在沙发上 随即苏慕雨抬头就看到了罗安冰冷的神情 以及带着杀意的眼神 站在罗安身后的月宁霜看到这一幕 他都不忍住拍手称快大笑起来 就是这个苏慕雨这个贱人 在得到叶灵天的指示后 假意同意罗安的求婚 最后将罗家公司很大一部分资源 挪到自己的公司 而且到了后面感觉吃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打压罗家的公司 最后才导致罗安父母为了挽救公司而东奔西跑 最后被叶灵天的手下杀害 因而导致了苏慕雨和叶灵天在后期几乎没费什么力 就吞并了罗家的所有产业 一跃让苏家成为江南的顶级豪门 苏慕雨哭得离花带雨 连连摇头道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罗安 我错了 我之前不该那样对你 不该和叶灵天一起吞并罗家 我真的错了 罗安也不说话直接坐在苏慕雨的对面 就静静地看着他 苏慕雨的哭声声几次黄鹰提携 异常悲气 不过罗安根本不为所动 点上一根烟二狼腿一翘 掏出手机刷视频 毕竟前几世苏慕雨有多高傲 现在就有多卑微 苏慕雨哭了半小时后 看住罗安依旧是面无表情地玩着手机 第一个的原因就是 苏家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第二个就是 他不可能自己派人害自己的父母 苏慕雨看向罗安 开口道 罗安 你说的这两个条件我做不到 能不能换 还没等苏慕雨说完 罗安直接站起身来开口打断道 没事啊 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 我保证伯父和伯母走的时候 不会像我父母前几时时那么痛苦 罗安说完就回到了楼上 留着苏慕雨整个人待着在客厅里 他整个人不敢相信 原本温柔善良的罗安居然会变成这样 苏慕雨心道 叶灵天 你真是该死啊 老娘恨不得再割你几百刀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最后苏慕雨红住眼眶 如同失魂落魄一样走出了别墅 只是月宁霜最后叫住了他 至于他们二人在别墅门前说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一连几天时间 咱们的修罗大人也换上了两颗粉嫩的猪腰 叶灵天因为是天选之子 身体恢复速度易于常人 他大步走出医院大门 大口地呼吸住新鲜空气 他感觉神清气爽 只是他走动的时候和之前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别 因为他后面无法恢复原状 医师建议用东西堵着 不然随时就有漏水的风险 所以咱们的修罗大人为了平常不出阳相 所以听从了医师的安排 平常有需要的时候拔出来就可以了 就在叶灵天晒着太阳舒服地伸懒腰的时候 他惊呼道 坏了 那么多天没去上班我又没有请假 不会被开除了吧 那样我还怎么得到苏慕宇的真心 叶灵天说完连忙向着苏慕宇的公司所在地跑去 只是跑步的姿势的确有些不忍直视 站在叶灵天身后的青龙 看到自家的修罗大人这副模样 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自己才刚出院就想着跑妞 路上的行人看到他如此怪异的跑步姿势 一直对他指指点点 后者还以为别人是在夸他 反而跑得更加卖力 不过青龙不知道的是 叶灵天此时居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虽然他没望自己后面想去 但是他心底里对这种感觉还挺喜欢 叶灵天刚跑到苏慕宇公司的楼下 就看到苏慕宇从商务车上下来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罗安原来并且接受自己 导致每晚都很晚才休息 所以面容有些憔悴 叶灵天看到苏慕宇一脸憔悴的样子 连忙跑过去献殷勤 不过苏慕宇也看到了他 眼神中一抹浓重的杀意一闪而逝 苏慕宇看住眼前的叶灵天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你叫叶灵天对吧 听到自己内定的女人叫自己的名字 叶灵天整个人兴奋不已 他没想到自己之前赶走了来骚扰他的罗安 就被他深深记在了心里 就在叶灵天打算舔苏慕宇的时候 对方又开口道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迟到了 而且我听说你无辜矿工好几天是吗 听到苏慕宇的话 叶灵天不以为意 反正在他眼里 苏慕宇已经算是自己的女人了 让让他也无妨 这样才显得更绅士风度 如果苏慕宇能听到叶灵天内心的独白的话 他肯定会说我当然记得你了 就连前世每次把你活捉之后 在你身上活活割了一千多刀的事 我都还记得 叶灵天随即开始对苏慕宇各种油嘴滑舌 而且他还拿出自己招牌的邪魅一笑 苏慕宇看到后 差点没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要不是他还在想办法扩大海外势力 不打算节外生枝争取早日毁掉修罗店 就冲着叶灵天的歪嘴 高低赏他几个大逼斗 自己前几世真是瞎了眼了 居然会觉得这个歪嘴很帅 很有魅力 苏慕宇平复了下心情 心里默念道 现在不是和歪嘴修罗翻脸的时候 我要隐忍 等老娘把你的什么狗屁修罗店铲了之后 铁定要把你的嘴抽烂 看到苏慕宇闭着眼睛 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呼吸 叶灵天健壮判断对方 肯定被自己的话戳中了内心的柔软之处 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表达对自己的情感 而且这里是公司 并且苏慕宇在公司的形象一直是高冷的 所以对方需要冷静 不能让自己失态 苏慕宇稍微调整好心情 争取不看叶灵天 不然真忍不住当场抽他 而后者却认为对方被自己的诚意打动 因为害羞而不敢直面自己 行了 你用不住跟我有嘴滑舌 从现在开始 你从安保降制为清洁工 除了顶层之外 公司其余洗手间都归你负责 如果有人发现你清洁的不够前进 或者在无辜矿工的话 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苏慕宇说完也不理叶灵天猛逼的神情 转身就进入公司 留咱们的修罗大人独自一人在风中凌乱 叶灵天思考片刻后 心想 原来你是不为了不让别人在背后乱嚼舌根 才会这样安排我 我感觉到了你对我的在乎 虽然苏慕宇公司的待遇在江南来说是极好的了 但是公司有些规定也极其严格 像叶灵天这样 无辜矿工快一个星期 并且一点招呼也不打的人 铁定要被公司开除的 而苏慕宇只是让叶灵天去扫厕所 在修罗心里 这就是苏慕宇为了留下自己 而保护他不会被别人嚼舌根的措施 叶灵天换上清洁服保持着邪魅一笑 正努力地刷马桶 他决定一定会让苏慕宇看到自己对他的真心 绝对不会辜负苏慕宇对自己的心意 其实苏慕宇心里想的是 让叶灵天有做不完的工作 让他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省得他当安保的时候 有时间想着怎么作妖 伤害自己心爱的罗安 不过相较于扫厕所的叶灵天 清龙刚回到自己居住的郊区小屋 就发现有一个自己素不相识的男人 正在等住自己 并且他还从这个男人身上 察觉到了对自己猛烈的杀意 清龙全身紧绷 做好战斗准备开口道 你是谁 但对面之人根本没有开口的打算 只是一个闪身 就把清龙的左臂给切了下来 疼痛感瞬间充斥着清龙的大脑 清龙因为断臂之痛 被疼得嘶吼出来 他立刻用紧身的右手反击 却被那个男人随意躲过之后 又反手被人家一个手刀打在了喉咙处 扑清龙整个人向后倒飞而去 把餐桌撞得四分五裂 清龙整个吐了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的气息瞬间萎靡不振 他刚想开口 却发现自己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清龙咬着牙捂住断臂 颤颤巍微地站了起来 他隐晦地看了一眼窗子 打算跳窗逃生 清龙爆发出强大的求生欲 他将脚边碎裂的餐桌 踢向自己面前的男人 扭头就向不远处的窗子跑去 光是照面自己就被废了一只手臂 他深知自己不是眼前男人的对手 而且对方上来就出手 明显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怀疑是不是海外的仇家找上门来了 他打算逃离这里后 便赶紧想办法通知修罗 可能他们已经暴露 他插不过脊椎的断裂声和剧痛感 打断了清龙的思考 他被提着后 衣领甩回了屋内 整个人直接被镶在墙上 不太容易扣出来的那种 清龙的五脏六腑被这一下震成了重伤 他整个人又吐了口鲜血 原本因求生育而高涨的气息再次围抿了下去 和清龙动手的男人自然就是罗安 毕竟前几世动手杀害自己父母的人就是清龙 他这次就是来报仇的 要不是为了折磨这个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 凭及罗安的本事 一个照面就能送他归西 不过那样的话太便宜他了 所以罗安才打算跟他玩玩 让他感到绝望后 再慢慢地折磨他 他知道修罗殿四大护法都绝对忠于夜灵天 他们也都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在这点上罗安的爱好和清末一样 都喜欢织硬骨头的毛病 看看是他们的骨头硬还是自己的手段狠 看到清龙的左臂还在不断冒险 为了让他不会因为流血而死 罗安立刻往即将昏迷的清蒙体内注入一股灵力 用以保住他的生机 罗安一边拿出自己准备的工具 一边开口说道 放心 你只是第一个 你的修罗大人未来会比你更惨 听到罗安说到修罗的时候 他就明白自己和夜灵天已经暴露了 对方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 等自己和夜灵天分开之后 就立刻对自己出手 大罗安点燃手中的喷枪 蓝黄相见的火焰在枪头熊熊喷发 随后罗安为了给清龙止血 直接用喷枪来烧他的断臂 顿时清龙整个人张大嘴巴 被灼烧的疼痛感吸卷他的全身 可是不管他如何嘶吼 嘴里依旧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罗安在他身体里诸如一股灵力 所以导致他现在异常清醒 清龙整个人被疼得眼球不满血丝 他无比渴望自己能疼晕过去 这样就能逃离这种痛感 嗯 看起来还不错 狗应该挺喜欢吃的 罗安停止了用喷枪制烤清龙的断臂处 因为经历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那个部位已经黑成碳了 血早就止住了 清龙早就被疼得汗流加倍 他整个人此时就像是被人从水里捞上来一样 湿漉漉的 刷刷刷刷 随后罗安又拿出了磨刀石和一把片鱼刀 当住清龙的面磨了起来 后者虽然和叶灵天在海外做任务的时候 养成了强大的心理素质 经历过很多次九死一生 但是他看到罗安当着自己的面这样做 并且知道正是磨的那把刀 等会就会割在自己身上 也不免有些心理发出 罗安磨好刀 来到清龙的面前轻声道 接下来呢 我会用这把刀 把你给扒皮抽筋 再把你的眼睛 耳朵 舌头 鼻子 还有烦恼根都割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你依旧会像之前一样 全程保持清醒不会昏厥 并且体会到自己就像一个畜生一样 任人宰割的心情 说完罗安便开始了人体解剖学 整个屋子只有清龙无音的嘶吼 和用刀割肉的声音 在这期间罗安一直输送灵力给清龙 保证他不会中途凉凉 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火红的夕阳照射在城市中 同时罗老师完成了自己的解剖课程 虽然没有学生观摩 随即他把各部位都标好名字后 将这些工具收入收纳戒指中 推开门离开了清龙居住的小屋 等待夜灵天自动找来 庞扶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清龙最终也得到了解脱 而罗安的身影在夕阳的映尘下越来越长 第124章修罗店护法全面 夜晚 江南某家酒楼的包厢内 该来的都来了吧 还差几个太远的暂时来不了 今天就咱们几个把话说明白 罗安琪今天安排了一个局 他把苏木宇和月宁霜还有黎碧洛都叫了过来 毕竟当一个人有了些好玩意 就忍不住要想拜一下 而且还是在几个情敌面前 而罗安母亲的闺蜜严静也来到了江南 当然还有罗安的秘书齐梅 目前在江南的都被若安琪叫了过来 这两位前几世也和琪人一样 与苏木宇离异外合弄垮了罗安一家的公司 因为严静今天刚到的江南 就被若安吉拉拉了过来 齐梅是因为罗安好几天没去公司 害怕他出了什么事 原本打算今天下班后去他别墅看看 刚出公司就接到了苏木宇的电话 他也赶了过来 苏木宇靠在椅子上 双手抱胸不由道 原来你们几个也觉醒了记忆 那看来剩下那几个也是一个样吗 说吧 叫我们过来干嘛 黎碧洛当即接话道 还能干嘛 肯定是某人打算再次配合歪嘴修罗 害死人家的父母罗 听到这话的若安琪立刻火冒三丈 他和黎碧洛这个贱人当真的一点都合不来 每次见面都要掐 不奚落对方两句都不舒服的那种 哼 某人也看不见得有多好 没有任何理由就把我男人关了三个月 而且还任由国外的佣兵当面行凶 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穿那身衣服 黎碧洛听到若安琪回对自己的话 刚即拍而起 眼神死死的盯着叼着细烟的若安琪 他恨不得把眼前这个贱人大谢八块 尤其是他居然说卢安是他的男人 这句话差不多算是引起了公愤 不过其余人的脾气倒是没有黎碧洛那么火爆 只是隐忍不发而已 性弱的你给老娘说清楚什么叫你恶男人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一个混黑社会的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你也配 若安琪立刻把手里的烟狠狠砸在地上 他也不甘示弱的站了起来 直接就和黎碧洛开撕起来 一直沉默的其他人摇了摇头用手扶额 他们真是拿着两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严谨开口道行了 我们过来不是为了看你们两个撕逼的 若安琪你叫我们过来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有话赶紧说 说完我好回去给少爷做宵夜 月宁霜一句话又把大家的怒火点燃了起来 几女的目光瞬间齐聚在月宁霜的身上 后者看到几人的目光中满满的羡慕极度恨 毕竟罗安这几天已经愿意跟他说两句话了 虽然语气依旧是冷冰冰的 但是他觉得这也算是一大进步 他相信罗安最后会原谅并且接受自己的 若安琪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心情 他从带来的包包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 推到了黎碧洛的面前 随即若安琪开口道 你们自己看吧 打开了平板 看到了叶灵天被数十个乞丐玩弄 以及他完整被割掉腰子的影片 众女忍不住拍手叫好的时候 又深深地看了一眼罗安琪 不得不佩服他居然单枪匹马就把叶灵天给弄了 前几世他们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扳倒了叶灵天 到了这一世大家都觉醒了 之前的记忆还在排兵不振的时候 若安琪居然已经动手而且成功了 咚咚咚众人思考怎么在弄叶灵天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敲门 若安琪知道是自己的手下有重要的是汇报 毕竟这家酒楼是他的产业 这层楼今晚就接待他们几人 近来 听到若安琪的话后 一位黑色西装推开包厢大门 来到若安琪的身边对他轻声说了几句后 若安琪当即睁大双眼猛地站了起来 随即他缓慢坐回椅子 挥手让保镖退下 其余人有些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若安琪如此激动失态 若安琪看向众人 开口道歪嘴修罗的得力大奖之一 青龙被人残忍杀死在郊区租房内 听到这个消息众女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青龙这个人他们当然知道 可以说是修罗殿除夜灵天外最强战力之一 若安琪也想不到到底是谁能将青龙虐杀 毕竟按照时间推断他现在可是暗井巅峰 无限接近于半步宗室的高手 月宁双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想 他不确定地开口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虐杀青龙的人是少爷 毕竟我之前被他一个照面就制服了 月宁双的话再次引起他们的震惊 如果罗安那么厉害的话 为什么前几世都会死在夜灵天手上 为什么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卢安的舞蹈居然那么强 就在众女在酒楼商量的时候 夜灵天的右眼皮跳了一天 今天一天他总感觉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他又不敢随便离开工作岗位 毕竟这是苏木宇对他的心意 当他好不容易撑到下班 原本要打电话联络青龙 却发现不管打多少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 这让他越发觉得不对 所以他打算亲自过去看看青龙在搞什么鬼 但是来到青龙居住的地方之后 他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他立刻踹开大门 就发现了一地的青龙 夜灵天当即跪了下来失声痛哭 毕竟这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没想到早上还生龙活虎的人 到了晚上却阴阳相隔 夜灵天当即发誓一定会为青龙报仇 他一定会把杀害青龙的人碎尸万段 告为他在天之灵 夜灵天当即掏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海外电话 他打算让其余三位修罗殿护法也来到华国 帮助自己找到杀害青龙的仇人 至于把修罗殿弄过来的想法 他暂时没有告诉他们 毕竟自己现在在国内没什么根基 至于自己回来前留下的后手还没到实用的时候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被乞丐玩弄的影片 以及他妖子被割的消息 被传到了海外地下世界的网上 他夜灵天不久后 就会成为了海外地下世界的笑柄 当夜灵天挂掉电话的时候 漂浮在租房上空隐身的青龙和罗安也离开了此地 既然知道了其余三位修罗殿护法的位置 当然要去砍掉夜灵天的余意了 就在罗安和清末赶往其余三位护法所在地的时候 九楼那边也商议出了结果 众人同意加入苏穆宇的海外势力 而他们尽力帮他扩大实力 争取早日将修罗殿铲除 这样夜灵天也没有了后盾 到时候在计划对他实行必杀一击 可怜的修罗还不知道青龙的死只是他噩梦的开始 毕竟罗安这边的要对付他 女主角那边也在商量对付他 莫哥 在那 罗安和清末来到了海外的一个小镇上 看住图书馆内戴着眼镜 正在努力敲击键盘的青年 居然会是修罗殿四大护法之一的玄武呢 清末和罗安立刻向他走去 那位青年抬起头 看到向自己走来的清末和罗安有些好奇 随即罗安做了一个到一边聊的手势 虽然那位青年不懂为什么这两位素不相识的男子会叫自己过去 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合上笔记型电脑也跟了过去 清末和罗安带着那位青年来到一处僻静的小巷子里 他们两人同时转身 看向离自己有十公尺距离的戴眼镜青年 罗安率先开口道 我该叫你乌丝锦呢 还是该叫你在修罗殿使用的名号呢 玄武护法 听到罗安的话 玄武依旧面不改色 但是他眼神中闪烁过的那一抹震惊 却逃不过清末和罗安的眼睛 只见玄武双手附后 笑着开口道 This gentleman I don't you 007T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 这位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罗安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说道 青龙是我杀的 你的修罗不是通知你过去帮他查找凶手吗 我就站在你面前 什么 青龙居然是你杀的 听到罗安的话 他也不掩饰什么了 他没想到杀害青龙的凶手居然找了过来 他当即判断出对方是带有目的性的行动 而且他几分钟前才得知这个消息 原本他还在震惊青龙为什么会暴露 他怀疑就连修罗也暴露在对方的眼前 玄武当即疯狂运转大脑 说实话 他只是出路暗境巅峰 他并不觉得自己能打赢把青龙杀害的人 况且对方还是两人的情况下 玄武现在已经在思考等会的逃跑路线了 他要想办法通知修罗 他已经暴露 赶紧找机会离开那里 并且他怀疑修罗殿里有对方的内应 而且职位不低 就在玄武还在思考的时候 罗安就冲到他的面前对他出手了 清末点上一根烟 就静静地看着思考没有出手的打算 罗安和玄武两人打得是狐狐生风 全拳倒肉 看到清末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没有出手的打算 玄武一个分心直接挨了罗安一个顶心肘 就在玄武捂住胸口连连倒退的时候 罗安快速冲了过去 一套丝滑连招就往玄武身上招呼 铁山靠 通天掌 挂他 大蝉等等 一套下去 玄武整个人被打得倒地吐血 再起不能 罗安扭了扭脖子 开口道 切 这样就顶不住了 本少我还没用力呢 说完他当即一脚就踢碎了玄武的下巴 或者当即就晕了过去 罗安抓起腰间的皮带把他提了起来 和清末去往白虎的锁在地 此时的白虎正在收拾行李 当他听到青龙的死讯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力气一样 险些摔倒在地 毕竟整个修罗殿都知道四大护法中 他和青龙是最铁的兄弟 听到兄弟被杀的消息 他整个人瞬间红了眼眶 就在白虎忙住收拾行李 定最早去往华国的机票时 他听到了门铃响起的声音 刚走到门口准备开门 玄武被罗安扔了出去 直接砸破大门撞向了挫步及防的白虎 后者躲闪不及被玄武砸个正住 刚要生气的时候 就看到趴在一旁的玄武出其多禁忌少 一副快死了的样子 罗安和清末走了进来 他们两人用看死人的眼神看向白虎 后者整个人都快欺诈了 白虎不问缘由直接对清末动手 不过罗安的速度比他更快 虽然他和青龙一样是暗井巅峰 但是在清末和罗安眼里 说你是蝼蚁都抬举你了 随即罗安三下午除二 将白虎打个半死并且扭断他的四肢 伴随着白虎惨叫昏厥的声音 继续前往朱雀的所在地 这回清末和罗安来到了一个海外的已开发国家 因为时差的问题这边还是中午艳阳高照 自己家那边都接近半夜了 至于玄武和白虎都被罗安收进了储物界之中 毕竟光天化日之下 提着两个快死的人走在街上 人家国家的执法者要抓人的 罗安和清末可不像是歪嘴修罗一样 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既然来到人家的地方 多少还是要尊重一下滴 他们两人买了个冰淇淋后 一边吃着一边去寻找朱雀 刚好在接近机场的时候碰到了目标人员 罗安立刻走了过去 美女 吃冰淇淋吗 我请你啊 原本刚要进入机场 就那么几十米的距离 罗安挡在了朱雀的面前 后者眉头微皱 他实在讨厌这些 因为他的样貌就随意过来搭讪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 是看中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才主动过来和自己搭讪的 其实这些男人心里想什么 他都清楚 只是他重义之人只有夜灵天 朱雀不耐烦地开口道 这位先生 如果您想用冰淇淋搭讪女生的话 麻烦买个新的 您用吃过的冰淇淋来搭讪女生 显得您很没诚意 朱雀因为赶时间 不愿意和罗安纠缠太多 所以说了一句 以后便从罗安身旁饶了过去 毕竟修罗的命令可不能违背 况且他很快就能见到 自己重义的男人 罗安健壮也不纠缠 淡淡地说了句 是吗 那如果我知道是谁杀了青龙呢 你是否会停下匆忙的脚步 刚走出去没几公尺远的朱雀 顿时停在了那里 他猛地回头盯住罗安 而后者也刚好转身和他四目相对 朱雀冰冷地开口道 你到底知道什么 最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罗安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 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 你不介意换个地方聊吧 就在朱雀捉摸不定的时候 罗安吃着手里的冰淇淋转身就走 他相信朱雀一定会跟上 毕竟他知道朱雀是修罗的死忠 一定会想尽办法做到夜灵天交代的事情 如今有人告诉他知道青龙是被谁杀的 他一定会跟过来 哒哒哒听着身后高跟鞋的脚步声 罗安不屑一笑 也可是看过剧情的人 拿捏你们还不是轻轻松松 随后一个无人的小巷子里 罗安告诉朱雀自己就是杀害青龙的人 但是对面明显不太相信 随即他把储物界里半死不活的玄武和白虎扔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朱雀来不及思考 罗安怎么在自己眼皮底下大便活人 急就想对罗安出手 可是他没算准身后有个老六 清末看准时机出现在朱雀的背后 轻轻一点他的后脖子 朱雀整个人眼神瞬间涣散 随后倒地不起 清末和罗安相视一笑 从双方的眼神中就知道对方的想法 结结结 二朱雀被带到了一个落后国家的平民窟 清末再次掏出神仙也疯狂给朱雀灌下去 同时罗安也找了十多个肤色比较深的中年乞丐大叔过来 当这些大叔和药效发作的朱雀眼神那么一碰 瞬间一群人就点燃了激情的火花 罗安和清末两人摆放好录影设备 打算连细节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等完事后拿给歪嘴修罗好好欣赏欣赏 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朱雀缓缓从极度兴奋和释放后的虚拖中慢慢醒来 看出自己不住寸侣的身体 以及一些部位残留下来的粘稠物 此时他的身边空无一人 他回忆起之前数小时的疯狂 虽然他被清末惯了 神仙也疯狂控制不住自己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做过什么 朱雀看出一片狼藉的四周 他立刻把自己缩成一团痛哭起来 没想到自己混迹地下世界多年 居然被人这样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仅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还被那么多中年乞丐玩弄了好几个小时 而且自己当时还无比配合 最主要的他认为自己再也配不上心里重力的男人 想到这里朱雀整个人弥漫出浓重的杀意 他缓缓把头从全素的膝盖里抬起来 露出冰冷到极致的眼神 庞扶就像是从地狱走出的恶鬼一样 不过此时罗安和清末向着他缓缓走来 听到脚步声的朱雀看到罗安的瞬间 他当即红了眼眶暴怒冲向罗安 此时的他心里就是想着 把眼前的两个男人狠狠地折磨至死 毕竟就是因为罗安过来告诉他 知道是谁杀了青龙 才导致他会变成这样 体会到这样的经历 不过他根本不知道 他和罗安的实力差距犹如天差地别 看着凝脂成爪直冲自己喉咙的朱雀 罗安的动作比他更快 直接一脚踹在朱雀的腹部 感受到自己身体受到重击的朱雀 当即被踹倒在地 整个人因为腹部的剧痛 蜷缩得像一只煮熟的瞎子一样 罗安当即快速踩在朱雀那张粘稠的翘脸上 有必要发那么大火吗 你刚才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 那个声音真是让人真是让人春心荡漾了 被罗安踩着脸的朱雀 朱雀就如同一座大山一样 纹丝不动 朱雀大声嘶吼道 卑鄙的畜生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你的 我要把你扒皮抽筋 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敲碎你的骨头 听到朱雀的话 罗安这才想起来 玄武和白虎还半死不活地被自己放在储物界之中 罗安一挥手将他们二人从储物界中扔了出来 朱雀看到这一幕 连忙开口道 混蛋 畜生 他们怎么在这里 你把他们怎么了 罗安不理朱雀的嘶吼 抬脚向处昏迷不醒的玄武走去 然后轻轻地踩在了玄武的脖子上 朱雀见状不顾自己现在不住寸缕的样子 也不顾自己腹部继续传来的剧痛 他咬着牙一点一点地向罗安爬去 不要 住手 你敢杀他们的话 我修罗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 你将会被我修罗殿永无止境地追杀 直到你死 咔嚓听到朱雀的话 罗安没有一点在意 他踩在玄武脖子上的脚突然用力 随后就听到了颈椎断裂的声音 玄武微微抽动了一下 瞬间就没了声息 罗安没看朱雀那错愕的目光 随后继续当住他的面 也同样把白虎的脖子也给踩断了 见到这一幕的朱雀 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 他们修罗殿的四大护法 那么多年来出生入死 如今只剩下朱雀一人 尤其是让他看住自己相处多年的战友们 死在自己的面前 对于朱雀来说确实有些残酷 朱雀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说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诅咒你死后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修罗大人会替我们报仇的 到那时不只是你 连你的家人和朋友 也会遭到我们修罗殿的报复 准备好承受我修罗殿和修罗的怒火吧 朱雀说完平躺在冰冷的地上 眼神中充满了死质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罗安的对手 但是他相信修罗知道后 一定会调查出真相 一定会提他们几个报仇的 看到朱雀居然这样自暴自弃 这可不行 罗安当即过去抓着他的头发 把他提了起来 直接一拳再次打在他的腹部 疼痛让朱雀再次紧皱眉头 罗安看住他开口道 你也不想让叶灵天知道 你之前和那么多乞丐玩得那么嗨吧 罗安掏出手机 直接让朱雀看到影片里 自己数小时前疯狂激情的样子 或者原本满是死质的眼神 变换了深深的惊恐 他不敢相信 之前自己疯狂的模样 居然被录了下来 朱雀本就十分在意叶灵天 他不敢想象 叶灵天看到视频之后 脸上会变换出什么样的表情 朱雀立刻没有了之前的硬气 只是一位哀求罗安 他不想自己中意的男人 看到自己之前的那俯模样 朱雀知道自己再也配不上叶灵天 但就算他未来做不成叶灵天的女人 他也想在叶灵天面前 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罗安把玄武和白虎的尸体 再次收入储物界之后 他对朱不远处的清末点了点头 不给修罗带点礼物也说不过去 而玄武和白虎的尸体 还有人尽可服的朱雀 就是最好的礼物 由于罗安刚学会遇见飞行没多久 他目前只是自己能勉强飞行而已 而且距离也不能飞了太远 为了铲除修罗殿剩余的三大护法 索性他就让清末带着他跨越重阳 来到海外国家由罗安亲自出手 废掉叶灵天手下的三元大将 在空中被带飞的朱雀 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看到自己身边的白云 以及远处连绵不断的山脉 从高处往下看去 房屋 河流 公路和川流不息的车辆 和蚂蚁大小不停奔走的行人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两人 居然能做到这种事情 虽然他混迹地下世界多年 也听说过有些国家有一些异能者 能做到普通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像清末和罗安这样 飞到几千米的高空 而且朱却看到眼前的景象变化得很快 他深深看了眼罗安和清末 他感觉这次修罗殿真的踢到铁板了 回忆起他之前还在大放厥词 说什么修罗殿会报复罗安本人 以及亲朋好友 可在人家眼中就是一句笑话 没多久清末就带着罗安和朱雀回到了华国 来到江南夜灵天居住的屋子内 罗安把手里提着的朱雀扔到一旁 随后罗安也把储物界内的玄武和白虎的尸体 也扔了出来 和清末一起坐在椅子上等待着夜灵天回来 朱雀还有些好奇 便开口发问 你们是什么意思 带我来这个干嘛 难不成你们也想要我 罗安撇了撇嘴开口说道 我们可看不上你这种货色 夜灵天等会回来 希望他能喜欢 我带给他的礼物 罗安说完就将朱雀打晕 夜灵天不是要知道 是让他们三个来调查青龙的死因吗 不是要将杀害青龙的凶手碎尸万段吗 这回罗安主动出击 就在这里等住夜灵天 并且还把修罗殿 其余三位护法也带了过来 虽然死了两个废了一个 但是至少人来了不是吗 就在罗安和清末等了半小时后 夜灵天一脸颓废地推开门 随后他就看到罗安和清末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并且地上还躺着 自己修罗殿的三大护法 见到这一幕的夜灵天 当即就怒不可遏 因为他看到朱雀全身不住寸缕 而且他的脸上和身上其余地方 都还能隐约看到一些白色的粘稠物 夜灵天肯定知道朱雀心意自己 但是自己从来都没有对他表达过什么 他深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他才一直吊着朱雀 虽然他目前没有答应朱雀 但是心里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女人 看到他这副模样 夜灵天感觉自己头顶 再戴上了绿色的帽子 虽然他喜欢给别人戴帽子 但是这种事情 一旦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就无法接受了 他是修罗 他不能允许有人帮他戴帽子 所以他个人认为 朱雀已经不配当他的女人了 再看到一旁的玄武和白虎 夜灵天一眼就认出 他们已经没有了生机 并且这两人的脖子上还有瘀青 看样子是被人用脚踩住脖子 导致他们死亡了 夜灵天当即暴喝 真是好胆 居然敢对我修罗殿护法出手 接受修罗的怒火霸 想他修罗在海外驰渣风云 没想到才回来不久 就遭遇一连串的事情 自己的腰子被割了 手下四大护法也死伤殆尽 导致夜灵天目前在国内 几乎无人可用 而且他也没有建立起来任何根基 但是他因为上次的事情 自身境界达到了宗世中期 这个境界在华国也算是一流高手了 想到这里夜灵天再次露出邪魅一笑 他立刻用尽全力想要把罗安和清末斩杀于此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残酷的 啪夜灵天刚要出手 罗安就出现在他面前 对着他的歪嘴就抽了过去 顿时夜灵天整个人 被罗安抽得在空中转了好几圈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夜灵天弹跳起身捂住火辣辣的右脸 眼睛恶狠狠地看住罗安 他认为刚才只是自己大意 才被罗安偷袭成功 随后夜灵天握紧拳头 带着阵阵拳头直逼罗安面门 他还在幻想罗安被自己打断鼻子 口吐鲜血的时候 谁知罗安的速度比他更快 就在夜灵天的拳头 还差两公分的距离 就能碰到罗安鼻子的时候 他的手腕被罗安死死地抓住 不管夜灵天怎么用力 自己的手臂就像是被铁钳夹住一样 动弹不得 紧接住他一个高抬腿 直接踢向罗安的太阳穴 但是罗安的另一只手 也抓住了夜灵天的脚腕 轻轻一扭 顿时原本不大的屋子里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夜灵天的邪魅一笑 换成了痛苦面具 他大声喊叫道 啊 道 老子要杀了你 在罗安等人进入这间屋子的时候 清末就画了个小型的格局阵法 不管屋里发出多大的响动 也不会传出一丝一毫的动静 罗安抓住夜灵天脚踝的时候 不只是掰断他一条腿那么简单 而且还用距离 把他的腿骨给捏碎了 不过夜灵天凄惨的叫喊声 却把昏迷中的朱雀吵醒了 当他看到夜灵天 被罗安废掉一条腿之后 刚想开口 就被罗安散发出的铃鸦 压得趴在地上 朱雀整个人发不出一次声音 他眼睁睁地看住夜灵天 被罗安连连暴打 综是中期的夜灵天 在罗安面前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屋内夜灵天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啪啪啪啪啪啪 罗安一边抽一边骂 歪嘴 歪嘴 老子让你歪个狗 不知道你歪嘴的样子很丑吗 是谁给你的自信 认为自己歪嘴很帅的 尤其是罗安不只是暴打夜灵天 而且还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 巴掌声清脆又响亮 夜灵天的脸都快肿得 像个猪头一样的时候 罗安才停了下来 夜灵天嘴里吐出的鲜血 早已把屋内的地板染红 猪却看得连连摇头双目含泪 不过当罗安狠狠给夜灵天的肚子 来上几拳后 屋内的众人听到波的一声 随后一股黄色 带着浓重臭味的液体 从夜灵天的裤管流了下来 清脉和罗安闻到那股味道后 当即飞出屋子 他们没想到 居然把夜灵天的防洪装置给打掉了 至于猪却依旧动弹不得 他也被这股味道熏得直翻白眼 夜灵天感觉到自己身体被开闸泄洪 选择当场射死装晕过去 清脉感觉这里要不了了 一个响指把场景换到了江南附近的一座山上 此时的夜灵天依旧控制不住自己阀门 在泄洪几分钟后 终于停止了下来 清脉感觉到天道好像又打算搞点小动作 他再次把这里的天道镇压下去 并且让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给这个歪嘴修罗好好洗洗 不然全身臭得要死 等会罗安还怎么报答他 等夜灵天被雨水清醒前进之后 罗安抓着夜灵天的头发 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肿脸 夜灵天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罗安拿出手机播放朱雀在海外被自己算计 和一群中年乞丐嗨皮的视频 原本接近昏厥边缘的夜灵天 当即睁大双眼 他没想到朱雀居然会和那么多老男人一起嗨皮 而且看他的样子虽然是被吓药了 但是夜灵天还是感觉到 自己被戴了数十顶绿帽子 这让原本高傲的夜灵天再次气愤不已 他原本还以为是罗安和清末两人 给自己戴了两顶帽子 没想居然增加了十倍 罗安看到夜灵天满是怒火的眼神 当即开口道 你自带的妖子都被我割了 你还有什么好介意这种事的 听到罗安的话 夜灵天当即睁大双眼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人 就是自己拼命寻找割掉自己妖子的人 就在夜灵天打算破口大骂的时候 罗安直接把他的下巴卸了下来 让他一个字都输不了 随后罗安打算给这位修罗大人最难接受的惩罚 他扒光了夜灵天的衣服 为了防止他继续洪水泛滥 罗安立刻从一旁掰断一根婴儿手臂粗细的木棍 直接对了进去给他加了一道阀门 随后罗安从储物界中拿出一把匕首来到夜灵天的面前 在后者惊恐的眼神中 一阵寒芒一闪而过 罗安帮夜灵天处理掉困扰他二十多年的烦恼根 夜灵天这回因为剧痛彻底的昏了过去 罗安当即帮夜灵天把血给止住 随后废掉他的丹田和全身经脉 罗安和清末回到江南市区 罗安把准备好的夜灵天所有的资料 包括修罗店的人员名单 以及基地分布图装在文件袋里 挂在夜灵天的脖子上 找了一个离警局近一点的地方 把他吊在路灯上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关进笼子里 相信他进去之后会有很多人疼爱他 并且等他享受一段时间后 罗安会让他痛苦地死去 罗安和清末搞定歪嘴修罗之后 便回了别墅 只是过不了多久 黎碧洛收到夜灵天的消息之后 他把江南所有女主角女配再次叫了过来 罗安琪依旧坐在之前的地方 开口发问黎碧洛 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 你再又把我们叫过来干嘛 是啊 我都还忙着扩张海外势力呢 是挺多的 有什么话说快点 苏木鱼也是忍不住发牢骚 因为今天他又发现夜灵天矿工了 他安排人去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现在只要夜灵天不在眼皮底下 他就担心夜灵天会伤害到罗安 毕竟他的手段 在场的女主角和女配都十分清楚 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黎碧洛抬起手示意让众人安静 其余人的眼神都看向他 毕竟这次是他把众人叫过来的 歪嘴修罗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现在正关在笼子里 当我们发现他时 他整个人被扒光掉在路灯上 而他脖子上还挂着个文件带 里面有夜灵天的所有讯息 还有修罗店所有人员名单 以及他们所有分店的地址 现在夜灵天整个人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太监了 在我们抓到他之前 他好像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整个人就剩半条命了 听到黎碧洛的话 除了他之外 包厢内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他们不敢相信夜灵天就这样完了 毕竟前几时的那些惨败的教训 都还历历在目 没想到现在就有人 把夜灵天彻底的收拾了 就冲他的身份 以及海外做的那些事情 只要被抓到就肯定出不来了 若安琪马上开口发问 知道是谁做的吗 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黎碧洛摇了摇头 说道 而且我们还从他居住的地方 发现了三具尸体 是修罗店剩下的三位护法 私生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都吸了一口气 不说怎么解决 剩下的那三位护法 就算要找到他们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 昨天还在商量 怎么对付夜灵天 和他身后的修罗店 才过了一晚的时间 修罗店的高层 就全军覆没了 苏牧宇连忙开口 修罗店的那些地址 你记住了吗 既然他们的店主 和四大护法都完了 咱们趁着他们群虫无首 把剩下的这些渣渣都处理了 严靖也开口道 牧宇说的对 都不治了那么久了 不能白忙活不是吗 既然老天爷给这个机会 咱们就要抓住他 是啊 是啊 回头咱们再努力查 到底是谁 把夜灵天和他手下 四元大将给收拾了 当务之急 是先把修罗店给灭了再说 齐美也连声附和 月宁霜这时平静地开口道 我有些怀疑 是不是少爷和他的朋友做的 毕竟少爷也同样 记得以前的事情 况且青龙的死状那么惨 前几世都是青龙 接受杀害少爷父母的命令 所以不排除 是少爷虐杀的青龙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半部大宗师了 依旧看不透少爷的实力 而他的那位朋友 实力比少爷还要高很多 就在众女还在讨论的时候 悟渡的故事剧情还在继续发展 虽然韩风的二师姐和四师姐 调查到李老太爷之前就已经中毒 但依旧无法洗清韩风的嫌疑 但因为他是天选之子 最后京城的韩家 找到了失踪多年的韩风 韩家立刻派人来到了悟渡 而且京城的那些 受过韩风师父恩惠的达官贵人 也纷纷为韩风开口 导致他只是进入敦了几天就又出来了 不过因为韩风突然发现 自己是京城韩家的大少爷 他立刻认为自己又行了 又处处和秦明与江天作对 反正他笃定这两个小地方的少爷 不敢动自己 而且他还时不时地去骚扰郭子妹和离运 不过人家可不会理韩风 这种狗障人士的东西 不过秦明和江天 倒是没表露出太大的火气 反正在他们眼里 韩风离死不远了 反正在他死前 让他清楚自己到底惹了什么样的人 京城韩家知道韩风在这边的遭遇后 联合京城那些家族向李家和秦家施压 要求让他们两家公开向韩风道歉 并且做出赔偿 不然的话 他们将会承受韩家的怒火 这几天在秦明和江天的帮助下 莫望书也查到越来越多当年的真相 他对那些仇人的家族杀意越来越大 恨不得马上将他们的家族杀得鸡犬不留 但他想到秦明离开前的交代 他还是忍住了 毕竟他现在的任务是听从秦明等人的安排 等时候到了就会有人帮他 这几天每次想到清莫的时候 莫望书都下意识地夹紧双腿 他也想快点把这边的事情处理清楚后 马上赶往江南去到清莫身边 毕竟他感觉自己的影迹又犯了 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 但是他却感觉像是几年一样 他迫切地需要清莫这位私人身体理疗师 别墅内众人围坐一起 江天看向秦明说道 老秦怎么样 证据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弄他 江天嘴里的他肯定就是寒风了 最近京城那边的压力 自家的集团 虽然沙当那些人对于江天和秦明来说轻而易举 但是那样的话就不能让寒风感觉到绝望了 所以他们这几天都是收集京城那些家族的黑料 包括寒风自家的黑料也收集了很多 原本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 要收集这些人或家族的黑料还是很有难度的 不过江天和秦明以及他们的女人都已经是修仙者了 所以收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 再加上江天的牵道系统都给了他挺多的俘虏 随便用点小手段就能把他们祖宗十八代给扒得前前进进 秦明听到江天的问话后 回到既然都收集清楚了 把寒家的黑料先留着 其余的给那些家族发过去吧 让他们知道咱们可不是寒风那种随意被拿捏的废物 把那个成年里的影片交给寒风 告诉他让他两个小时内过来给我磕头叫爷爷 秦明的话说完 他的一位穿着黑衣的手下点了点头当即站了起来 立刻离开了别墅去把秦明交代的事情办好 这是秦明收服物读地下世界后推出来的老大 说白了就是秦明养的狗而已 有些事情总需要一些下人去做 当韩风收到秦明交给他的光蝶之前 他还不屑一顾 等到他看到光蝶内容的时候 韩风整个人大发雷霆 他将自己房间的东西砸了个戏巴拿 韩风砸完所有东西 依旧忍不住怒骂道 秦明 江天 老子和你不共戴天 你们两个只会靠父母家族余英的废物 居然敢要本少爷过去给你磕头叫爷爷 此时韩风还不知道 他的七个师姐除了蓝月和芸汐之外 其他的都被秦明等人收服 在清末离开的这几天 江天就找到了韩风的五师姐 当时他还誓死不从 结果被秦明活活折磨了一天一夜后 同意弃暗投明 和其他人一样 去到韩风的身边骗取他的信任 少爷 您千万不要被秦明和江天威胁 这件事我已经通知了京城那边 老爷说他会联系那边的人 加大对秦明或江天的施压 他和夫人明天也会亲自来到五都 一位管家模样的老人来到韩风的房间 看到韩风把自己的房间 砸得稀巴烂厚的样子 他当即开口规劝韩风冷静 韩风听到自家老管家的话后 常呼出一口气开口道 放心吧 福伯 我不会因为这点事情 就被秦明和江天威胁的 我就不信他们真敢把视频放出去 你刚刚说我爸妈要过来五都 是啊 少爷 老爷和夫人之前 因为家族的事情一时间抽不开身 所以先派老奴过来照顾您 现在他们已经把京城那边的事情安排好了 所以就立刻带着家族的高手赶了过来 听到福伯的话后 韩风点了点头 有他父母和几位师姐相助 韩风感觉此时人生达到了巅峰 韩风开口 这次我要秦明和江天死无葬身之地 福伯你和我说说家里面的事情吧 福伯笑着开口道 好 少爷 咱们就从十多年前您走世时说起吧 当时啊 就在韩风和福伯两人聊天的时候 他们没有发现在韩风房间角落的地方 有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 被放置了一个超小型的针孔摄像头 韩风的一举一动 包括他和福伯聊天的内容 都被秦明和江天尽收眼底 这当然是韩风的七师姐陆静远的杰作了 同时也为了方便莫忘书也能大仇得报 蓝月和芸汐同样被他们一起长大的大师姐和武师姐监视住 秦明和江天看住荧幕上的韩风 居然还能和他家的老管家有说有笑的 他以为秦明和江天受到来自京城的压力 不敢把自己的视频放出去 但秦明要就已经把整个悟都的所有的街道荧幕都打电好了 不管他是否会过来给自己磕头叫爷爷 韩风铁定要成为悟都的名人 韩风的父母明天就会来到悟都 刚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儿子是如何出道的 让他们看看韩风是如何丢进京城寒家的脸 不知道韩风的父母看到自己找了十多年的儿子和这些老baby一起共舞时 脸上的表情会不会更加精彩 这让秦明和江天两人无比期待 江天看向秦明说道 老秦 我听莫哥说他那边的主角已经处理好了 咱们这边也要加快点进度了 秦明点了点头 开口道 放心吧 一切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 对于一个死人没必要太过苛刻 反正都快死了 让他多笑笑也咱们算记得行善了 当天夜里韩风果然没看到秦明把影片发出去 并且他还收到了秦明的请帖 让他明天上午去误读程序的一个山庄商讨一下 哈哈哈哈 福伯你说的对 秦明和江天顶不住压力想要请我过去商讨一下 看来他们想要开口求饶了 韩风收到请帖看到讯息的时候 整个人狂笑不止 虽然他在秦明面前丢脸了好几次 还被秦明让自己二进攻 福伯笑着开口道 小地方的人始终是小地方的人 不管他们在这里如何支手遮天 京城随便拿出一个家族就能把他们给按死 除了沈童还在秦明别墅当女佣之外 韩风的其余六位师姐坐在他的身后 还有温婉玉也来到了韩风的住处 看处狂笑不止的韩风每人眼里表露出来的意思各不相同 除了蓝月和芸汐替韩风高兴之外 其余人都是简单的笑了笑而已 装作替韩风高兴的样子 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秦明送给韩风的琴帖是让他前去赴死的 而莫望书眼神深处闪烁过一抹杀意 直指蓝月和芸汐还有许涵 毕竟灭族之仇不共戴天 等结果了韩风这些人之后 莫望书马上就会对这些仇人以及家族动刀 清末答应他等把秦明这边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他会让秦明和江天他们帮他报仇 误读机场 韩风带着温婉玉还有六位师姐在这里给自己的父母接机 就在他们一行人相见之后 韩风的母亲气不成声紧紧抱着韩风 而韩风的父亲为了保持家族威严 只是静静看住母子二人 只是他颤抖的双手表达着此刻的他内心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就在他们寒暄一番后 韩风表示先去找秦明了结他们之间的恩怨 晚上在雾都大摆宴席庆祝一家人团聚 韩家主和他的夫人十多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肯定想要好好弥补他 当即点头同意韩风的话 一行人前往城西的山庄 不过就在前去开车前去的路上 街上的那些荧幕不管大小 同时播放韩风和那些老baby共舞的影片 韩风不敢相信地看住这荧幕 大声嘶吼道 秦明 他怎么敢的 他怎么敢把视频放出来 韩风的母亲看到后 整个人双眼通红 旁扶要杀人一样 韩风的父母则是拿出手机 拨打电话动用关系 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事压下去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韩风一行人穿越了折磨他们的市区 终于来到了秦明今天所在的山庄门前 当韩风一行人红着眼带着杀气进入山庄内部时 他们正看到秦明带着李晴霍离韵 还有江天带着唐月和郭子妹正喝着茶等住他们 韩风立刻被愤怒冲昏头脑 快步走到秦明等人的面前 还没等他开口秦明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韩公子 怎么现在想着过来磕头叫爷爷了吗 不过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 韩风听到秦明的话 当即怒吓道 秦明 原本我以为你求饶的态度够诚恳的话 还打算让你活下去 不过现在老子要你死无全尸 秦明开口道 这话说的真有底气啊 不知道谁张口闭口说看不起富二代 看不起只会靠自己家族应留自帝 现在他自己倒是靠父母 靠家族来找场子了 真有你的韩少爷 扑呲哈哈哈哈 秦明刚说完他们一群人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且姜天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郭子妹赶紧扯出一旁的抽纸帮他擦拭 韩风整个人被气得是面红耳赤的 但是他也反驳不了秦明的话 毕竟他的父母确实帮他打压秦明或姜天的集团 不过韩风还是认为他和秦明还有姜天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他迟早会站在世界的顶点 他做的一切他的想法都应该是对的 不能有人来挑错 韩风的父亲来到秦明的面前 他的身后还跟住一群实力都不弱于宗师后期的高手 看着秦明等人还在嘲笑韩风 他面色温怒 开口道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早晚会吃苦头的 现在给你的机会 跪下认错并且做我儿子的狗 你们还能活 就是赶紧跪下给我儿子认错 还有这几个丫头勉强还行 你们就都给我儿子当丫鬟吧 算便宜你们了 韩风的母亲当即附和道 秦明怯了一声 他从身后拿出一个文件袋扔到了韩风父亲的手里 开口道韩家主 不气盛还叫什么年轻人了 希望你看完之后还能那么硬气 接到文件袋的韩家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 他立刻打开了文件袋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 他原本沉稳的双手又再一次的颤抖起来 韩风和他母亲也看了看文件袋的内容 里面全是韩家主以及韩的众人做过的事情 包括他们家的企业做的那些触碰红线的事情 每一件都记录的清清楚楚 在京城大的地方 而且韩家能爬到现在的位置 你说没干过一些不该干的事打死都没人相信 每家的屁股都不可能完全前进 就看有没有本事去查出来罢了 秦明看到韩风一家颓废的模样 当即开口道 怎么样啊 韩家主 里面的东西好看吗 你 你想怎么样 现在的韩家主不敢再趾高气昂的对韩风说话了 毕竟这些东西流传出去的话 他们韩家哪怕不死 也肯定在京城待不下去了 秦明开口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跪下认错 并且当狗 你们就能活 对了 你儿子可是还没对我磕一千个头 叫一千生爷爷呢 韩风的母亲当即开口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韩风怒斥秦明 想让我给你磕头叫爷爷 你别痴心妄想了 秦明摆了白手 说 那就没得来谈了 说完韩家主眼里闪过一抹狠辣 既然大家都谈不好 就只能用最简单 最有效的办法了 只要除掉眼前这几人 在回去把那些东西擦前进之后 他韩家还是京城的顶级家族 再说了一个小地方 死几个人算什么 自己随便就能把事情压下去 然后再接手他们的产业 韩家就算在海城和雾都留下了磕种子 以后也方便开拓这边的市场 韩家主当即挥手 他身后的那几十个舞蹈高手 像一群狼一样 向秦明等人抱势而去 不过秦明等人依旧不慌不忙 只见秦明淡淡地开口道 动手吧 莫忘书以最快的速度 从背后偷袭那些舞蹈高手 紧接着许晗和陆静远 还有温婉玉也加入了战场 最后韩风的武师姐纪杰尔 也咬着牙冲了过去 他们几人早就被秦明等人 提高了不少的舞蹈修为 现在他们个个都是大宗师后妻 对付这些宗师后妻的人 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韩风见状整个人都傻了 连忙开口道 婉玉 师姐们 你们在干什么 住手啊 为什么要杀我爸带过来的人 不只是韩风傻了 就连兰月和芸汐 还有韩风的父母都傻了 此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这五人其实早就投靠了秦明 作为他的内影 一直待在韩风的身边 战场上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韩风父母带过来的那些 宗师后期的舞蹈高手 不停被收割生命 还是韩风父亲看得清楚 当机立断 打算带住自己的老婆儿子 逃离此地 兰月和芸汐看到 韩风一家准备逃跑 他们二人也快速跟上 这明摆住自己被人算计了 这哪里是什么商讨啊 这是把自己等人骗过来 想要自己命的 就在他们刚跑出去没几步 秦明几人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原本逃跑的韩风等人 如同见了鬼一样 只见秦明几人 漂浮在自己正前方的上空 而且郭子妹当即伸出手掌 隔空一抓 就把韩风的母亲吸了过来 直接掐住她的脖子 看你保养得还不错 姑奶奶手下有个夜场 正好现在急需招人 你就过去扫地拖地 擦桌到垃圾吧 郭子妹说完还没等韩风父子反应过来 郭子金就带着韩风的母亲飞向远方 韩家主和韩风连忙求饶依旧无济于事 秦明直接从自己的储物界中拿出零件 就这样静静地看住韩风父子二人 或者见状都不用提醒当即跪地求饶叫爷爷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秦明淡淡地开口道 现在跪地磕头叫爷爷已经晚了 不过这里风水不错 也算我对自己做的唯一一件善事吧 说完秦明当蓝月和芸汐的面 一片一片地割了下来 他们两人发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三师姐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对大师姐出手 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的姐妹啊 你到底是为什么 就在秦明快要将韩风父子 骗成白骨的时候 陆静远当即惊呼一声 就发现莫望书手里的匕首 刺穿了许晗的心脏 许晗低头看住自己胸口 还在滴血的匕首 他不敢相信莫望书居然要杀他 他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莫望书的事情 他一直把莫望书 当成自己的亲人对待 许晗艰难地回过头 他对上莫望书冰冷的双眸 莫望书同样双眼同红 虽然他的心理也不好受 但是灭族不能不报 他可不是那种圣母 就因为这点感情去忘了全家血仇 三师妹 喂 为什么 咱们不是好姐妹吗 我一直 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人啊 莫望书压制自己内心的难受 他开口道 对不起 大师姐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家族吧 用不了多久他们都会下去陪你的 还有那两位以及他们家族的所有人 莫望书说完 就看向还在瑟瑟发抖的蓝月和芸汐 后者看向莫望书的时候 心里满是惊恐和疑问 陆敬远双手捂住自己的嘴 他不敢相信莫望书杀了许晗还不够 还要杀蓝月和芸汐二人 包括他们家族的人莫望书都打算杀了 陆敬远不停地痛哭 抱住莫望书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三师姐 你忘了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吗 你为什么还要杀二师姐和四师姐啊 扑莫望书深吸一口气 眼神再度变得冰冷 他直接把刺入许晗后心的匕首拔了出来 许晗口中瞬间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整个人倒在地上 嘴角和胸口流出的血液 彷扶在述说之前发生的事情 许晗眼里的生机逐渐开始涣散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住 莫望书冰冷的面容片刻后 缓缓闭上了眼睛 大师姐 呜呜陆敬远眼睁睁地看住许晗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不敢相信不久之前大家还是好姐妹 自从见到了秦明之后 他感觉他们姐妹们的命运被改变了 此时的莫望书手里 拿着还在低血的匕首 走向还在瑟瑟发抖的蓝月和芸汐 看在一起长大做了多年姊妹的份上 他会让这两位姊妹没有痛苦地离开人世 陆静远见到这一幕 流住泪跑到莫望书的面前 他整个人张开双手挡在了莫望书和蓝月 还有芸汐之间 陆静远带着哭声 对住莫望书质问道 够了 三师姐 为什么你还要杀了二师姐和四师姐啊 如果有人胁迫你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们啊 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莫望书自嘲一笑道 你要我放过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那谁放过了我的家人 许晗的家族 蓝月的家族 还有芸汐的家族 他们三家的手满是我莫家人的血 你说要我怎么放过他们 莫望书对住陆静远嘶吼过后 看在他是七位师妹中年龄最小的 同时也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师妹 便耐心地跟他解释起来 听到莫望书为什么要杀许晗和蓝月 以及芸汐的原因后 陆静远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没想到这三位师姐的家族 居然是屠杀莫家的元凶之一 要不是莫望书命好躲过一劫 可能他也难逃过运 看到陆静远整个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莫望书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直奔蓝月和芸汐二人而去 他们看到莫望书执意要杀了自己 两人对视一眼打算联手反抗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虽然蓝月和芸汐二人从小也也修炼武道 但是他们目前的真正实力只有暗静后期 根本不是莫望书的对手 仅仅一个照面 他们就死在了莫望书的手下 随后莫望书来到陆静远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莫望书表示 如果他想为许晗他们报仇的话 他也可以理解 如果他不想报仇 但又不知道去哪的话 可以来找他 此时风如梦和高远来到秦明的身边 看出眼前的这一切 他们二人感觉后头都大了 京城寒家家主和唯一继承人死在了无都 寒家夫人不知所踪 而且还死了那么多人 包括蓝月和芸汐这两位公众人物 他们两人真不知道 该怎么把这份事报告上去 毕竟这也不算是小事了 一个处理不好的话 后续还是会比较麻烦的 风如梦看向秦明和江天苦笑道 秦少 江少 你们搞成这样让我们很难办 高远连声附和 是啊 我俩都不知道该怎么报告上去了 毕竟死的是京城寒家的家主 这个事难处理啊 江天看到风如梦和高远 一唱一唱的不由的翻起了白眼 毕竟是自己交出来的人 认识那么久了 他们两个的性格江天都了解得透透的了 说什么不好解决 还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 他们背靠国家还搞不定这点小事 无非就是想捞点好处 毕竟只要资源到位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江天直接冲收纳戒中 掏出两瓶丹药扔了过去 风如梦和高远连忙接住 原本面色凝重的表情 瞬间变成笑嘻嘻的 江天看向他们两人说 红色的是脆体丹 能提高你们肉体强度2到4倍 雪白的是续命丹 能延寿100年到150年 本少相信你们能把事情处理好 这些丹药在我们眼里只能说普通 你们懂什么意思了吧 听到江天的话后 风如梦和高远把胸脯拍得啪啪作响 表示保证能让秦明和江天满意 绝对不会有任何麻烦的事 或者人去打扰他们 江天等人看到风如梦和高远 那么认真的模样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虽然江天给他们的丹药是低配版的 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每一颗都是有价无视的存在 秦明点了点头 对着风如梦和高远说道 既然你们能搞定就行了 我们也去忙别的事去了 你们赶紧先叫人过来洗地吧 听到秦明的话后 风如梦和高远分别掏出手机 一个打给自家领导报告状况 一个通知手下拿上工具过来洗地 莫望书跟住秦明等人离开了这里 就剩下陆敬远和纪杰儿停留在这里 他们二人四目相对一段时间之后 不知道纪杰儿对陆敬远说了什么后 两人也一同离开了这里 夜幕降临 莫望书看住眼前灯火通明的豪宅 那是许晗一家居住的地方 出现在别墅外 今晚就是清末实现诺言的时候了 只要莫望书按照自己的要求被刺寒风 那么他就会帮莫望书报灭族之仇 莫望书全身散发住杀意 他请了紧手里的匕首 清生说道 我的复仇就从这里开始 说完他就向住别墅走去 秦明等人紧跟其后 这两位男反派基本上不是特殊情况 他们不打算出手 今晚过来就是为了让江天和秦明的女人来多见见血 毕竟他们未来要跟住自己的男人去往修仙界 该有的杀法果断一定要有 江天和秦明俩人深知那个地方有多么的残酷 只要结了仇该杀掉的必须要杀 绝对不能出现那种事后诸葛亮的行为 不多时别墅内响起无数的咒骂声 哭喊声和求饶声 莫望书几人进入别墅后见人就杀 血腥味逐渐弥漫整座别墅 这里就如同人间烈狱一般 许家家主捂住受伤的手臂 悲愤嘶吼道 你是谁 为什么 为什么要屠杀我许家 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许家家主看到自家的族人被莫望书等人无情的屠杀 尽管家族里那些武道高手已经出手阻止他们 但是依旧无济于事 莫望书刺穿一位许家人的脖子之后 看向许家主说道 二十多年前 徐州莫家 许家家主瞳孔一缩 连忙去往别墅后面小院内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过不了多久 这座破旧的小屋里爆发出大宗师巅峰的气息 虽然这股气息比莫望书厉害 但是在秦明等修仙者的眼里 和路边随意吹来的威风一样 没啥感觉 真是好胆 莫家的余孽居然敢带人前来屠杀我许家 一声沙哑的声音从别墅后方传来 许家家主低住头跟在一位古兽如柴 看起来随时都要游进灯窟的老者身后再次进入别墅 此时的别墅内唯一活着的就是许家家主的儿子 他现在整个正被莫望书掐住脖子提在半空之中 许家家主见状连忙开口 莫家余孽 赶紧把我儿子还给我 不然等会一定要你们生不如死 莫望书微微一笑 开口道 好吧 我现在就还给你 咔嚓许家家主唯一的儿子直接被扭断了脖子 看住眼前许家家主的儿子双手下垂 眼里的生机瞬间涣散 莫望书把他扔到了许家家主的脚边 啊 我的儿子 我要把你们八皮抽筋 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许家家主当即暴怒向莫望书冲去 他忘记了之前和莫望书一个账面 就差点被切下一根手臂的事情 还是许家的那些武道高手用命救他 才能让他活到现在 两人刚交上手 没两下许家家主就被莫望书抓住破绽 眼看着莫望书手上的匕首 就快要刺入许家家主的胸膛 那位行将救墓的许家老者 突然就出现在莫望书的身边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阻止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许家家主见状当即脱离战斗 许家老者注视着莫望书 开口道 你年纪轻轻就有大宗师后期的实力 杀了确实可惜 但是为了我许家被你们杀死的那些人 你们只能死在这里 莫望书扑刺一笑 说道 我们肯定不会死 但是今晚过后再无许家 莫望书说完一道剑光闪过 那位许家老者原本死死扣住 他的手臂被连根切断 断臂喷洒着血液飞在空中 只有江天和清明看到 是郭子妹挥出一剑造成的结果 还没等许家老者回过山来 郭子妹等人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齐齐挥剑向他攻去 结果这位许家老者连一言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被郭子妹等人切成了碎块 他的下场比起许家其他被杀的人更加凄惨 最后许家家主的命还是由莫望书来亲自收割 毕竟当年就是他下的命令 所以就要由莫望书本人亲手将他送入黄泉 当莫望书等人离开之后 许家别墅就燃起重重大火 将一切复制一具 许家彻底除名 这件事在当地开始的时候引起了轩人大波 不过用不了两天这件事就被压了下来 其原因不得而至 不过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好几起 蓝家和云家等等几个家族相继被人灭族 原本有人想要调查事件真相 不过最后也都不了知 发生那么多事情 啊风如梦和高远弄的头都大了 他们知道是秦明等人在帮莫望书复仇 但是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 一连好几个大家族 还有一两个顶级世家相继被灭族 华国武道管理局的高层 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办法 才把事情彻底的压下去 风如梦和高远好不容易把事情处理完 打算去找江天和秦明他们 看到风如梦和高远一副难缠的表情 江天等人就忍不住想要发笑 风如梦看到江天他们的表情 忍不住道 江少 你们还好意思笑 我们可是花了大力气才把事情压下来的 秦明这时开口道 行了 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 跟我们走吧去找莫哥 这些事情他全都知道 他会亲自给你们一点好东西的 听到可以去找清莫的消息后 众人都异常开心 毕竟他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不过最开心的当属莫望书 他早就想过去找清莫了 毕竟帮自己家族报仇之后 韩风的事情也完美解决 更重要的是 季吉尔和陆敬远也过来投靠秦明 帮他管理集团 秦明带着李秦和李玉 江天带着郭子妹和唐月 当然还有他的保镖徐猛 还有莫望书以及风如梦和高远 一群人奔赴江南和清莫会合 清莫先生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了 清莫先生 等一行人会面后 风如梦和高远热情地向清莫问好 对方也点头表示回应 清莫也将罗安介绍给了江天和秦明认识 众人一阵寒暄过后 一起前往了江南最豪华的酒店 罗安早就把那里包场了 就是为了迎接老乡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